我們今天邀請到台大簡坤忠老師 余宗銘律師 他也是台灣運動文化協會的理事 還有郭嘉倫監事 他是台灣體育運動及輿論法學會的監事 郭嘉倫先生 還有嘉亞齊老師 他是台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的教授 我們今天也特別邀請到台灣運動休閒法學會的陳耀祥老師 他是運動休閒法學會的理事長 來為我們做一個簡單的議員 那大家今天來大部分都是因為這次奧運期間 就發生了一些淑慧跟戴姿營的事情 那其實還有很多跟其他運動員或是運動組織 有關係的權力衝突或者是爭執或者是資源分配種種的問題 那體育運動其實是一件對於國家來說蠻重要的事情 但是平常我們並不是太了解 那卻常常是在比賽的時候 前後然後我們才開始關心 那才開始發生許多的問題 那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尤其是在這次的事件當中 運動員跟運動組織之間的關係 好像特別的緊張或者是說 引發了特別多的關注 那到底該怎麼看待 那在制度上面或者是說現在的運動體育環境上面 到底我們可以從什麼地方去關一切 那制度上面有沒有什麼修徵的可能性 那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舉辦教練場做談會 那邀請各位來跟我們分享 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什麼意見或建議的話 可以提出來一起交流 那我們首先先請耀翔老師幫我們做一個引言 那接下來可能就大致上按照上面的順序 那如果大家有想要先講或後講的話 可以再討論看看 那第一輪會大概是10到15分鐘的時間 那會留一些時間給大家提問 那最後會還有一個小小的總結 那我們先請耀翔老師開始 謝謝 好 跟我們要操作 好 好 OK 我們台大的簡教授 那我們在場的郭律師 還有郭律師 不好意思 我沒有意思 好 不好意思 那我們江教授 那各位在場的好朋友 那今天禮拜天下來 很歡迎各位來參加我們永社 還有台灣運動休閒法學會 還有牧者 我們所共同合辦的這場活動 雖然在場的人不多 但是我們透過這個網路 我相信會有一些人來收看 那因為基於了解的關係 所以我用華語來講 那今天呢 我們為什麼會辦這個活動呢 簡單來講 我們在場大概 我們很多人都是很關心台灣的運動發展 但是在場真正運動專業 大概只有我們簡教說是運動界 這個運動專業人士 那運動呢 絕對不是只是運動界 運動專業人士的事情 運動是國家大事 是每個人的事情 那旅約奧運呢 2016的旅約奧運幹多目不久 可是呢 其實 除了當時謝淑威這個事件 或代理自己這個事件 或是後面的一些事件 已曾經引起一度的媒體的熱度之外 結束以後呢 好像大家 煮鬼醉過鬼 好像這個事情 好像就沒有發生過的感覺 這是我們每一次 遇到這種重大的賽事 他們碰到的問題 大家炒半天以後 實際上是沒有的 但是沒有人去思考 從這個 也不是說沒有人的 就是說 很多人去思考 要怎麼去改 可是要怎麼去改 那關心呢 其實坦白講 也沒有那麼多 那所以 大家 就像剛才有來民主講 大家都很關心運動 很喜歡運動 可是呢 真正對我們運動整個組織 包括制度 包括這些運動的培養 去關心 或做系統性的研究 主要還是體育界的人為主 但是除此以外 我們非體育界的人 關心的情況比較少 那這也是 為什麼我們會稱 運動修學人 法學會的關係 還有我們另外一個 兄弟團體 那我們一直叫 我們運動修學人 絕對不是只是專業人士 運動修學人是每個人的問題 所以我們當然 我們法列來談 我們絕對不是 從那個所謂 運動專業 或從產業的面前去談 我們一定是從所謂的 這個權利異議者 就去看這個問題 那 基本上 因為我們個人的專長是工法 所以基本上 我們就會開始切入了 請大家指教一下 就是說 運動它是個權利 它是一種基本人權 運動它不只是一個行為之有 運動很重要是 它會涉及到我們另外一個 我個人背景是 留學德國的背景 德國的運動法學系 相反的 基本上是相當的發達 德國也是一個運動 非常發達的國家 因為他們對他們來講 運動絕對 不是只是一個產業的問題 運動是一個人權的問題 它是涉及到 我們行為之有 涉及到所謂健康權利的問題 而且運動會跟什麼 會跟我們很多的制度 息息相反 比如說舉個例子 最常見到的 就是所謂的醫療 還有 還有包括我們所謂的 像各位知道 運動也對這個問題來講 他們也是一個移民 什麼融入社會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制度 那這個部分呢 相對來說 我們這個部分提的 比較少 那運動制度 其實 坦白講 看我們現在目前的 憲法也好 或是 真修條文也好 運動的條文 其實並不多 我們一般來講 還是把它放在 教育文化的角度 去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 到底是叫做運動 還是叫做體育呢 剛剛這個名詞 大概吵半遍了 那我不曉得 運動界都成這樣 等一下解交的時候 可以跟我們知道 就是說到底 這個名詞 這個Sport 這個名詞 到底要這邊去處理 那 運動 基本上我們剛才講 他是一個國家大事 所以 國家對運動 不是放任不管的 國家是有他的醫務存在的 他的醫務 最主要包括立法案 跟執行的醫務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這次當然是剛才講 棒鞋的體態 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去看棒球 那個標語 那這次會涉及到這個 所謂雙方認知不同的衝突問題 有言論之言的問題 然後還有說棒鞋的問題 簡單來講 我們 對我們學法政的人來講 運動跟法律 運動跟政治 是絕對都不開的 運動絕對是跟政治息息相關的 不完全一致 但是絕對是息息相關 為什麼 剛剛我們用中華台北這個名詞 這個就是充滿了政治意涵 不管大家喜歡他或反對他 他就是一個政治議題 他就會設立國家認同的問題 所以你要說 運動歸動 政治歸政治 當然這是理想的 但是大部分 尤其在國際賽事裡面來講 這種可能性 我覺得是不高的 那今天我們的主題 主要match兩個 一個就是運動組織 一個就是運動員權利 運動員組織就會設立 今天他們來講 我們最近一直在講的算是 正義轉型正義 其實運動組織會跟 轉型正義是有關係的 為什麼 就如果各位對台灣的整個 黨國體制的研究來講 前運動組織內 是我們當時整個黨國體制 整個統治體制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環 所以你看到以前早期 運動員 而且運動協會的理事長來講 基本上軍方的人士 占滿重要的 那是他們實功背景 為什麼 因為當時我們是大量用軍方的資源 在培養這個運動 那你看我們現在放學 為什麼是廖正錦去當理事長 所以你這個開始 運動其實絕對跟政治是 沒有辦法全分開 另外一個就是跟校美講 產業的問題 也是一樣 所以簡單來講 我們運動法制裡面 會提到什麼 國民體育法 會提到什麼 會升級到什麼 就是說我們跟運動組織有關係 比如說和國民有什麼 需要參加這個什麼 這些活動 所以這裡除了家庭 學校以外 社區以外 很重要是什麼 其實是跟機關有關係 還有跟各自政府有關係 剛才如果是有 注意到一個新聞的話 前一陣子呢 我們剛好兩個立委 就是劉士芳跟那個徐志杰 就在提到 依照國民體育法 我們政府機構 或是團體裡面 一定的人數以上 500人數以上的話 就要有這個運動的教練 還有運動的人才 可是 政府帶頭 沒有遵守這個法律 我們剛剛在講法律 法律 其實我們政府常常 其實帶頭不在遵守法律 不是只有運動而已 還包括派遣勞動 還包括很多的問題 企業想省錢 其實政府也想省錢 那好像 沒這麼一回事 好 那另外一個 跟我們產業 發展比較有關係 最近 這幾年才通過 運動產業發展條件 這個問題 這就是我們希望從產業 引進資源 來支撐我們的運動 當然這裡 它對運動產業 有一定的界定 包括這些所謂的從事運動 還有這些相關的競技 這些都有 這些 那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因為它剛開始實施了 所以 到底能發展到什麼程度 我們現在還在觀察當中 我今天比較沒有提到的 因為我現在被借掉到NCC去當業 所以這方面比較沒有掃聽 但是也很非常重要的 在尼越奧運 或各大的重要賽事裡面 有一個叫做 運動轉播權的問題 運動轉播權絕對不是只有大型賽事 還有職業 職業比賽 其實各位都知道 你看美國的主辦 日本的職辦 他們的轉播權的金額是非常多 那我留學德國 德國的最care的就是 那個足球的轉播 尤其是 剛才歐洲貝克提過 未來兩年後 有時候世界對足球賽的這些問題 這些轉播權我們都很難提 小小 而且各位知道 現在全世界的議題 各位在念求行事犯罪 FIFA 那個世界足球的貪運動問題 也沒辦法抓來那個 各位知道 運動 坦白講 我不曉得這個葛珈瑾是在檢調什麼 就我們非體育專業的人來講 我覺得這個組織 似乎是陽光照不到的地方 我這樣講 你不要不好意思 可是這不是我講的 這是世界的 包括FIFA 包括很多世界 包括各位知道 每一屆在爭取奧運 當然現在奧運動比較退燒 爭取奧運 各出所分 有很多的這些 Undertable的問題 非常非常多 這個是世界在研究運動法裡面 你可以常常提到的問題 那當然就不用講到說 運動比賽裡面弄當品那個 還有那個什麼 服藥的問題 服藥的問題 在德國法裡面他們也研究很多 據說最近不是講嗎 2012年當時的奧運的時候 到底是舉重的人 後來是被查到用什麼金牌 金牌就丟掉了 我們常常都為此做了兩塊金牌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所以就是要禁藥的問題 也是在我們運動法裡面 尤其在運動醫療 或者運動情法裡面 常常碰到的問題 所以 運動的問題非常的多 那我們今天是一個開頭 其實我們這個學位成立 還不到一年 如果我們跟其中 還不到一年 那因為我們剛剛聲音說 這也是我們第一場 開始的滿身活動 希望就是說 拋磚有慾 一起各界的關注 那我們代表運動組織說 我們剛剛講的 法規相當依據以外 很重要是講 運動治理的概念 它本來是個概念 像台灣現在最重要的是說 你可以看到 台灣的企業治理問題 一大堆 我們最近看過照封清空就是這樣 可是各位知道 運動治理問題更大 我給你看 為什麼 因為這塊比較 觀眾相對來說比較少 當然每一塊都有治理的問題 但是這一個治理的問題 所以我剛才說講 像資訊公開 公民參與全體 就要去公眾課程這些問題 因為時間關係 我緊要講一下 簡單來講 資訊公開就是說 我們國家 我們剛才自己在跟前面的時候提到 全世界的發展運動 兩套模式 一個是公共模式 一個就是商業模式 公共模式 就是用中央或地方政府去投資 去帶動什麼運動 包括各種的運動設施 運動的企劃 運動的企劃 運動的培養 那美國這一塊 基本上它是比較商業模式的方法 就是運作 所以它奧運呢 其實奧運得牌的選手分 或許他的金額 他獎益沒有像他這麼多 可是他的商業利益 背後的代言商業利益 非常非常龐大 尤其是職業運動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全世界玩職業運動 最重要的是美國 我們都知道 像石棒也好 或者是像一個籃球也好 或是艾斯托平 那個叫做 鼻子上虛部球 那歐洲呢 到最有的就是足球 這個是他們商業模式 另外一個就是公共模式而已 公共模式馬上就碰到一個問題 國家預算用資源投入以後 那錢的資源去哪裡 那資源誰拿走 你只能去分配 那分配到底產生什麼成效 坦白講我想 各位在場 應該也沒幾個人知道 我們現在的金額很多大 然後進去有多少 然後採出 我們那場有CP值 你投資有這麼多錢 到底表現如何 這個其實在我們運動史上 這是第一個很重要 就是你至少讓人 你知道 體育委會 我們現在在體育署 體育署你知道 你錢 錢花下虛毀 你到底產生什麼效果 這個有沒有知道 這個是一個 9月13號 立環開 家瑋這個界面也是一個引體 為什麼 我們凹乾過 那結果這個 各位先生知道 當中 網協 為這個卸數位的事件 就有不同的派系 開始開打了 我們通常開打都是在球場 只要開打都是在 其他場合出現 然後 那一個公民組織 就在我們做的 像我們今天 參與這個團體 這就是公民組織 我們就希望 過過公民參與的目的 去了解 或至少去監督 包括來自於政府的 來自於企業的 這些東西 去哪裡 誰想要的 到底培養出什麼 成果之外 然後呢 對於職業 不管是職業運動員也好 非職業運動員也好 他將來發展 他的生涯的話 我們到底 我們在同路 這種事件以後 有沒有產生應有的效果 不要說 幾十年 紅葉燒飯 都會四五十年前的事情 可是你看他們 那後來的這種 悲傷的糟糕 每次會去 以前去看過他們的 紀念館 就是 臺灣真的很不容易 這樣可以拿到 世界盃燒飯 這種燒飯的警告 可是為什麼 可以等待這次 世界盃燒飯局 可是後來 後來 各位都知道 下長生涯還蠻 蠻輕彩的 那當然其他就是 權力競技的問題 包括運動組的權益務 企業捐助的 運動員的權益 另外一個很重要 是運動經濟制度 運動經濟制度 尤其是在職業棒球 職業持球 在於運動經濟制度 其實 運動經濟制度的 落實 建立跟落實 其實這樣的未來 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剛剛在這一塊氣質 來講 相對來講 是還比較弱一點 其他當然 公眾課程 包括所謂的 最常是組織 財務 計畫 資源分配 財源發展 還有相關財源的課程 我們今天 因為我們移民 只是一個企投 其他的部分 我們簡教授 我們其他人 都會在場 對運動法 或者運動產業 非常有研究 會提供更多的 我們江老師 也會提供更多的意見 我在這邊的拋磚語慮 等一下 理聽各位的高見 也希望各位 共同來參與 共同關心 台灣未來的運動發展 謝謝 謝謝邀翔老師 大師傭 剛剛二師傭 簡單的幫我們 這場作談會 或者整個運動制度 運動員 跟運動組織 會遇到的一些 制度概況 簡單的幫我們介紹一下 那接下來 是不是就請 簡博龍老師 來幫我們講講 就是 老師現在 可能自己有看到 聽到 或者是說 所了解到的一些 運動 結的一些 情況 或是有什麼樣 那也請建老師幫我們大概分享10到15分鐘 我會再提醒您時間 謝謝 不會錯過我們 一位在座的教授老師、管專家們大家好 我今天的像樣的論壇應該早在幾十年前就要有了 我很慶幸終於有人關注到我的體育界來了 終於就是你們在裡面 那我要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從小學三年級就當專業運動員 當了50年到目前還是 到目前我自己也是 那我從選手回到代表隊 我也是96年的奧運會的總教練 那也是曾經是田徑學會的秘書長 也是體育總會的副秘書長 然後對於我們國內的整個組織 整個培訓的過程都有一些小小的了解 我寫各位報告 那剛剛講的就是說 體育界被這個社會 基本上我個人認為 這50年來 基本上就是整個社會的組織的一個邊緣 邊緣人 今天通過這個奧運會的一些事件 以我來看是好是壞 其實很難界定 歷史會來見證 那好的一面就是說 有這樣的事件凸顯出來 讓社會大眾去關注 另外一個面就是說 大家還了解 原來我們台灣屬於這種 非常很微妙的一個國際地位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角色 是一個大家很 尤其是我們的體育教育 我要講的是說 很抱歉 這個是一個體育專業從事人員 但是各位 你去思思 你去想一想 你在以前徒師的時候 從小學、國中、高中到大學異業 十六年的體育教育 十六年的體育教育 到底你們所從政當中得到什麼東西 我最近幾乎就在緩出 就希望從很多的教育去做這樣的介紹 當然 體育 我算是一個目前 我們這個體育的現況的一個見證人 為什麼呢 我們從1971年 推出了那麼多 對不對 1976年 我們就沒有參加奧運會 那一屆剛好是我 我們奧運會代表團 我們那個階段剛好要去爭取 那我看到的是那個 1976年我們偷到奧運會的時候 我們整個國家代表會到 洛杉磯 但是因為 1971年我們追逐聯合國 中共加入聯合國之後 他們取代了我們IOC的這個會員國單位 他們就跟加拿大提出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連到把整團圓機遷返 所以80年就沒有 然後到79年的時候呢 我們在民谷屋 民谷屋有一個共同的故事 那中間當然有很多的這個歷史 我們曾經要去參加 然後 我們的 上一個時代的講家的威權的那個 布萊斯台灣的名義 也有福爾摩爾山的名義 然後後來就都不願意去參加 然後甚至有兩屆中中也不願意 所以在我剛剛講的後面結果 其實79年的時候 我們在民谷屋 有這樣子的一個法庭上的會議 然後81年 我們叫瑞士的洛杉磯法庭 才探定我們用這樣的國旗 國歌跟名稱 因為他們是說兩中國 那我們以前早期的 其實不願意用台灣嘛 所以才會有這種中華台北的那個 界定 這個 這個小小的歷史 我跟各位講 那剛好我那個十年代 是碰到這個情況 是我在最巔峰的時候 最巔峰的時候 幾乎很多的國際的正式三位 我是沒有辦法參加的 我是沒有辦法參加的 不是我那個整個歷史 我們看到的 那 從剛才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 中華台北我們現在講 目前為什麼放血 這個認知我第一個 然後再講 放血出一方式是不對的 是不對的 但是民眾的認知上 可能也有點小小的 比較不是那麼清楚 早期從八一年一開始 我們能夠重新在 總部國際社會 唯一的一個 唯一的組織有 跟其他會議國 當時是180幾個會議 我現在有200年有可能 那個那麼多的會議 我同享有所謂參加IOC 國際運動賽會的組織的權利 只有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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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時為了妥協 這樣的一個名稱 這樣的一個國旗 這樣的一個國歌情況之下 無萬物是想要保障我們的選手 還有一個參加國際賽會 中國競賽會 的一個權利 的一個舞台 多一個舞台 那這個部分 不是我們體育人 我們想要的 各位你知道嗎 我在當選手 後來我當教練的時候 我們被中共打壓欺壓的什麼樣的情況 他就隨時吃你豆腐 我們只要代表自己出去 明明是Chinese Taipei 他就跟你講China Taipei 他就一定要幫你改變 我們甚至到什麼程度 我自己當領隊的時候 我們自己用台灣 我們就自己print 明知道他會幫我們改那個 我們的單位企 明知道他會改 我們就辦了好幾張 連膠帶都沒有 他跟我改 他的私藥我就貼 他跟我改 我的私藥我就貼 我們不斷的這樣做抗爭 其實我會很不願意 我說實話 比我個人來講 真的 就是這樣 我們不願意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 又按理這樣的組織 已經烙印了你 這是這樣的一個權責 它明明規定寫什麼 不是會員國單位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以IOC的組織來講 他必須是 他的第一個先點條件是 你必須聯合國的會員國 你才能加入IOC的組織 那我們現在乾不乾啊 各位想一下 我們現在乾不乾啊 我們不是聯合國組織的會員國 但是我們OC 想有一席之地啊 那為什麼 中共妥協了 中共的 他是理事國嘛 各位知道嗎 理任國理事國 因為以前是文國 他只要一票不通過 你根本什麼樣的體力 沒有機會 IOC意思如此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意思如此 他套著這樣的名義 好像他隱隱之下告訴全世界的人 台灣就是我的唯一分子 你覺得很不清潔的 China Macau China Hong Kong 一樣的道理 一樣的道理 這是我們目前的說明 如果說 很多愛好台灣的民眾 我自己認同 我很感恩 不然我們教授 我們講的台語 我也就是台灣的 我也就是台灣的 我自己蠻 蠻 蠻這個 我也很不願意背負這個 中華台北的民眾 但是我們要有這個舞台 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 所以就將就這樣子下去 所以他有規範裡面 比賽場地 就必須遵守這個 所謂的IOC所承認的 那因為他的組織裡面 有各個各大協議 在奧會裡面有28個 所謂的奧運者項目 28個而已 我們有幾百個 不同的運動組織 但是奧會裡面有28個 目前的 28個組織裡面 那個不同的項目裡面 他就遵守這種 權責去辦理各種不同的賽會 亞洲的部分 或者說青少年的部分 各種不同等級 然後這個 那就做什麼 這樣的一個權責 在做這樣的一個分布 那最近幾年 好不容易我們爭取到 一些所謂的 中國性賽會 以前是因為有中共的存在 他不可能讓你在這樣子 一個國際組織裡面 去承認 屬於這種 國際型的大型賽會 我們好不容易突破了吧 對不對 高雄的09年 有世界運動組織 他已經是 全世界裡面 中國性賽會裡面 屬於比較第三級的 因為他是非亞奧運項目 不會聽到 非亞奧運項目的另外一個項目的組織 他不去做任何的 抗爭 讓我們辦 那今年更不容易 明年 我們有提倡協議員 我們有提倡協議員 提倡協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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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問題 我們應該都可以怎麼辦 但是沒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就沒辦法 所以以這樣的一個說明來說 在台灣我怎麼講說 我們的體育教育沒有落實 我們現在說 就在改變當中 我們希望今年開始 從小營政府上來之後 各位應該不會像以往 我跟各位保證 最起碼有這個大號在 不會像以往一樣 都還有一個不再一個回來 大家就討論 然後講一講 連資料在哪裡都不知道 連那個資料 會議大家所談的資料都不知道 所以就 我們希望就是說 大家提供你們更多不同的意見 然後來提供給我們做一個 那一話後說 組織的問題 剛剛是一個大的組織 我跟你講 國際的這種運動組織 就是政治 剛才我們這個 教授是客氣的 陳先生是客氣的 國際的組織 現在這種戰爭的機會減少 其實他就用 運動的組織在國際間 他就用政治的較勁 他就用政治的較勁 那回歸到我們台灣 自己本身的組織來說 當然有國民體語法的制定 但是一直都沒有落實 剛剛講了五百個人 幾個立法員 他們也是經過我們提供 家庭的意見 以後他們都落實 但是沒有作為 那以往的組織都是 掛屬在哪裡 掛屬在我們內政部的人民團體法裡面 所以那個人團法的組織的規範 是很Rough 比較說 結社自由 就讓你組織 但是體育的組織裡面 它相關的政府的補助也好 相關很多很專業的 國際接軌的連結的這些 你的全英雄的約束跟管理 就一直沒有很明確的 這樣子的一個法則 所以我們最近也在討論 從教育政府上來的時候 也有這個機構在討論 怎麼在落實國民體育法 甚至 我個人是覺得 我們要推出一個叫做 體育團體法 專法 專法 我想各個裡面都有專法 你們法律的有法律的就專法 對 應該把它更落實 在我們台灣這個社會當中 在體育團體這個裡面 就看到陳教授的 裡面很多的 所有的相關事項包包包 這個產業的部分 我要告訴各位 未來的社會 未來的整個 因為開放的已經是慢了可行 西方國家裡面 跟運動發生連結的各個行業 我昨天晚上 我昨天一點天 我們台灣21MD 我現在在裡面 他們也在做一段 他們就組了一個叫做 運動產業的論壇 把這個產業很寬廣的部分 我們做一個交流 未來可能在我們這個文明社會當中 它會佔領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我也跟各位報告 我昨天下午 我到立心醫院去做一個講 講什麼 講運動 運動的腳步 怎麼來促進一個人的健康 醫院啊 醫生啊 只是救你的命 觸犯你的病痛 請問各位 它會讓你更健康嗎 醫院不會讓你更健康嗎 得者大家懷疑吧 醫院怎麼救你的命呢 不會讓你更健康 你吃再好的營養品 你會更健康嗎 維持你的生命 我講的更健康 就是更強壯起來 更煩 沒有那個東西 我又通過適當的身體 不通的記者 這個訊息 這樣子的一個知識跟觀念 台灣已經落後了三十年了 台灣已經落後 我們西方國家 以外這種科學 我剛剛講到德國 我也是很幸運的一群 我算是大概二十幾年前 我是國家第一批 被送到德國去接受 所謂的國家教練 培訓的一個職業 我們有當時有十一個 現在僅存的我一個 不是推出他們的母從事嗎 那我就一直很關注 在台大裡面 那這個部分 就是因為未來我們要重新開發的 所以說 我跟當現在的這個 派部長我們教 我們在八卦八卦 從教育開始 小孩子入學以後 用什麼方法去改變他 對於身體活動的機構 認識跟了解 這個以後 有機會跟各位報告 那因為這樣的壽命的關係 這樣的一個因緣關係 所以大家對這個 運動的權益義務的權責 就是很不清楚 那我簡單的講 因為時間有限 謝淑威的事件 我認為覺得兩者 都必須負起一個相當大的責任 但是我剛才講的 其實謝淑威沒有照 他那個有點小小韌性 這樣的韌性造成了更大 我覺得對他來說 是一個更大的傷害 因為這個整個 政治糾結是在於 教練的分配的辦法 其實在去年就已經有公佈 那今年的三月正式公佈了 他們重新的 那他一直遵循的 他爸爸一直遵循的 2012年跟201080跟120的這個辦法 好像用排名然後就來排序 那後來2012年之後 有一點小小的表現 是因為有男孩子的 跟女孩子的教練 在一開始的時候 只要有男孩子 就必須有分配 那如果說 只有一個名額 因為我跟各位報告 參加奧運會的選手的 你起到資格的人數 大概是3加1啦 你有三個選手 可以配置一個教練 配置一個工作人員 所以不是說 我們這個國家 想要多少人去就好了 不是欸 奧運會是如此 但是奧運會是不一樣 奧運是取得資格的 那你根據你的資格 選手的人數的多寡 來分配給你這個國家的 所謂的對職員 教練的名額 這個名額 那我們分配下來 今年網球是五個人 五個人有一個男孩子 有一個是盧彥勳 所以以協會的說法在這樣 但是他認為他說法 慢了一點點 我是覺得這個協會 應該更早一點就關注 因為這個最少到一年前 讓我們選手都知道 然後後來爭取我的開明 所以說取得了 協士會是最早拿到 奧運參賽選的選手 但是他這個中間 還有八九個月 那後面參加了 他前面又去打各種的比賽 然後他很多的ranking 他都一直積分一直上來 所以他的排名又比他們 在最後final的五月份 最後final的五月份 決定的時候 他的排名數據 是專家前面最高 在這個十五個選手當中 張家姐妹的教練同一個人 他積分就高 所以曾經協會的人也幫 謝淑威講說 你的教練我們用皮卡 什麼叫皮卡 跟各位解釋一下 皮卡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國家他只給我們三張 這個三張不是進入選手 正式的所謂的隊員 但是你拿這個皮卡 可以針對那個運動項目 暢通無形 你的卡片可以進入這個 所有一個當教練 然後進入跟教練的這個選手 在那個項目裡面 是可以運行無阻的 只是你不能去 進到其他的項目裡面去 不能進到選手桌裡面去 就這樣子而已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你也願意說 給他的教練的決定 去協助他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 當然職業學者 有他的個人職業的權責 他應該如果說 他覺得對他不公平 他可以提出這樣的不同的意見 我們再做檢討 然後或者在報名的過程當中 你就應該事先去講說 我不願意去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 是有答應說 就是要跟莊家龍搭配 去打雙打 單打跟各單 所以就這樣報名 就這樣報名 那後來他沒有去 就變成你業 改不了 莊家龍改不了 所以如果是早先 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 異象的時候 可能因為我們拿到 這樣的一個雙打的權責 莊家龍可以找另外一個人來搭配 甚至還可以去參賽這樣的機會 所以這個當中 也有些小小的 這樣的一個顧貴跟權責 那 我說了 剛剛講了 謝祖輝稍微 比較任性了一點點 那 毅然決然 那當然不對 我要講不對 就是 在隊的人 可能 在那個當時 我聽到的訊息 我在這邊還原給各位了解一下 前面我就不談了 那一天到最後要進入 因為 謝祖輝本身自己跟網球的裁判長說 我不要要參加雙打 這個是年號 奧會的組織 奧會的參賽 不是個人 它是一個國家 是一個團體 所有奧會的組織 這些賽會 都是根據你的會員國代表IOC的飛兵 我們國內的代表團 來給他訊息 他雖然講了 但是他很不承認的 OK 然後 開始這樣子的狀況 然後 他講了一下一句話 就是 我也覺得比較義氣的話 他說 我是粉絲養的 不是國家養的 哪有一個選手 出來就是 就是職業選手 所以這個不會是 我們只能去商榷去思考的問題 好不好 那剛剛講的 就是組織的問題 我們等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見 我們再提供更多的訊息 更多會做參考 我們最近也在朝你這個方向 要大改革 整個組織的改革 我剛剛講的 國民法院 我們在長年的 體育團體法 要專法要訂定出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權責 然後經費的增加 還是更大有 我在增加呼籲 各位如果說你們對我所了解的話 在整個全部的部位層級當中 體育 最近幾年才增加了一點點的費用 一年的費用 公共公務部門大概是七十幾億 各位 其實一直腰腰做什麼 各位 負責國內的所有的運動 國內的所有的各縣市的場館 國際賽會的各種的那個 包括所有的所有 七十幾億這麼晚 以前的組織更少 我在的時候 那個時候在集團會的時候 從二十六億開始 比原民會 你們知道原民會嗎 原民會 原民的助理 原民會 他一年的預算 都比體育的預算還要高 所以我在這邊也是富裕 未來的政府希望 也注意到我們這樣的一個團體 在這個社會 扮演的應該也有的角色 其實未來的這種國民外交也好 它其實有它的功能 甚至在國內的 包括整個 我剛剛才提到的健康的問題 我們的健康問題 跟長照的問題 我們可以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等一下慢慢來給各位做這樣的幫忙 謝謝 謝謝 簡坤中教授 他幫我們介紹了還蠻詳細的整個體育界的狀況 還有這次事件的一些狀況 那這次帶來是不是請余中文律師來跟我們分享 還是可以嗎 余中文律師 是 那大家好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為什麼今天有人無幸被收藥這個主題 那可能 那先從台灣運動的話協會也是 這個協會當然名字取得蠻大的 來上去 不過基本上因為當時成立有他原有在 那目前來講其實運作上是比較少 我們在早期 剛成立的早期是比較有在運作 那這個協會的成立的原因是因為2009年底 那時候兄弟像假球世界 他那時候兄弟像要結賽 那畢人我剛好不小心吃兄弟像是螳蟹的球員 然後於是就第一個到兄弟半天前面去睡在那邊了 然後睡在那邊就睡出了兩場遊行這樣子 一次在體委會 一次在凱白河南大道 然後後來在辦完遊行之後 那當然當時的馬政府他很喜歡開一個東西叫國師會議 於是我就成了國師會議的受邀者 球迷代表然後參加國際會議 那當然因為在辦遊行的過程當中 也試圖去跨足到 而當時還沒有正式取得律師資格 或已經吃考上律師 不過當時也為了要參與這個國師會 所以也試圖的去 去了解許多運動健康種 比如說體育 運動或體育這兩個字眼 具有很大不同的意義 那如果我待會有時間可以再來聊一聊 那也試圖了解運動跟體育的一些 我們可能過去沒有認識到 也沒有討論到的困境 包含的是說 首先第一個 如果你看體育的話 你就忽略運動作為產業面的發展 那再第二個 你去談體育的話 但是體育蠻過往的一些專業 其實我們常常開玩笑說 台灣的很多體育員 體育選手 小時候就是專業的體育員 比如說像棒球隊 棒球校隊 他們小時候就跟職業選賽一樣的訓練 從而缺乏了全人教育的性質跟概念 然後導致了許多脂肪甲球事件 我們發現其實根本上的很多原因在於 一個所謂的體育的普及化 以及體育運動員的教育 是否正常化的這種狀況也產生 這樣層面的討論 OK那 有點差一點 那自我介紹不能太久 對 那於是在當時加入了棒球 加入了棒球國社會 那也參與了所謂行政院的振興奉運計畫 那當時行政院過了不少 相較於體育算中不少錢 大概四年五十億下的這個振興奉運計畫 那也因此從而有機會去了解了一些 所謂的經費分配 以及在體育界的預算是什麼 去如何去運用這一回事 那當然也因為在這種過程當中 跟當時的一些相關的單位 例如棒寫 例如中華脂肪 有許多的接觸給了解 那後來在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等到中華脂肪 大家也許這邊有了解中華脂肪 在黃正凱前會長商人之後 那因為這些介紹的一些 一些有人介紹的關係 那所以也參與了當時中華脂肪的 正值的脂肪改革 包括了是中財制度勞資糾紛 那也跟球員工會有一切的接洽 那這樣的過程 那也因此這次來談的事情 其實下面的小標題 我比較不適合談 因為其實對於卸索跟代子意義的部分 我對於這兩個體育的專項 並不是那麼的了解 那關於這個事件的認知 也挺多就是跟各位一樣 挺多多一些媒體 以及整個朋友 跟我報了小道消息而已 那不過我比較想談 是運動組自己運動員權力保護的部分 那剛才陳教授以及蒋教授 簡教授都已經做了非常好的 一個架構以及事物的說明 那我大概會從幾個部分來討論 第一個是我先講一個 從運動產業的議題來講 他在運動產業其實一直沒有發展起來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名在於的是運動員的薪資歸屬 運動員的收入歸屬 很簡單來講 我剛才陳教授有提到的是 在國外為什麼運動經濟支度很發展 因為國外對於國外的運動員 他將他的收入再拿去做相關的投資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以台灣的名字來講 就是所謂的執行業務支出 執行業務相關支出 是可以去做抵稅的 去做抵稅的 比如說 他比如說我今天賺了100萬元 我收了100萬元 那假如我一年的這個執行業務支出的 抵稅可以是60萬元的話 那我把這些錢拿去投資在我的運動訓練 我的trainer 我的心理諮商 然後我的經濟人的話 那我這些稅抵扣之後 我這些錢付出去之後 我可以拿來抵稅 假如我全部抵滿的話 我的因稅薪資就只有40萬元 就只有40萬元 那當然對我來講 我願意去投入這筆錢 然後因為這可以 一方面除了可以增加我自己的運動專業想像之外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讓我們減少稅收 但在台灣 由於運動員尤其是脂肪權的心資 是被歸屬在心資所得的部分 那心資所得就是一般心資扣數額 那頂多就再加上什麼公開房子 投資等等之類的扣數額 但是你對於自己行業的投入 是沒有辦法扣數的 那變成怎麼樣 以剛才的例子來講 我100萬元我要先 一百萬元全都是我的因稅所得 那我必須拿我自己的因稅所得 再去丟入這個機械 那變成的是我願意投入在這方面 或是我能夠投入在這方面的金額會相當的少 會相當的少 那因此其實這幾年來 至少只放前面工 他們一直有人試圖在突破說 看能不能比照藝人去能夠成立工作室 成這樣之類的 然後讓自己的收入能夠去做取抵扣 然後能夠讓運動產業更能夠投入更多 現在經紀人在運動相關專業 那如果這樣的稅制的基礎 不能去做改變的話 那變成就算運動員他有心 但是也是無力去投入在運動產業 那如果這個國家最頂尖的選手 他都沒有能力來去 在運動產業的相關來去投入的話 那可想的設計 其實運動產業這個層面是有點難做起來 其實像剪交通當初一起去的11P人員 我想其實這很多是只要有足夠的用意 他就是有在運動界去投發的 因為這是興趣結合 但是問題是我們還是要顧到現實的層面 那所以我想從運動產業層面 運動選手的薪資 在我們其實過去在2009年 就已經跟付稅署去提出了 國稅局提出了很多方案的考論 那但是艾雲竟一個是當時還叫提委會 她的成績太低 那幾個委會在行當成更不會其實 每次開跨業會不會一起 提委會都不太開 當時的提委會長也叫我戴起來 在提委已經不開心 她說每次去跨部位 提委會都是被打的 現在更低 對 現在更低 對 現在更低 業體育署 對 這是第一個 產業層面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運動它需要專業 而且它也不需要提搭到 產業層面來講這個問題 因此我們不能夠其實在教育物體育署的範疇上 範疇去討論這個問題 而是必須跨部會的 包含的是你要配合場館 配合稅制等等來做改變 這樣子運動產業才有機會整天的提升 因為國外其實它是靠一個 深厚的運動文化頂運 以及運動產業的整個國的發展 來支撐著整個運動的火力 也因此台會有陳教授講的 美國也許它不用 國小八小七公共在運動產業 可以稱它一個優秀選手的栽培 那這是第一個 稅制的部分 那再來第二個 第二個部分 我想是可能要調 剛才簡教授有提到的是 小英基本上一些改革 那其中我注意到在奧運會之後 提出來的東西叫做 它要設立一個外部的仲裁機構 對 那這個仲裁機構當然目前為止 因為目前為止它會電信在這段的性質 它是比較像要一個仲裁合意 然後再做一個總共財協會 台灣的司法仲裁這樣一個機制 還是會比較偏向說 比如像在公共工程委員會 那個政府具有建議性質的 工法性質的一個名為仲裁 但沒有仲裁效的機構 其實目前還不能去 那當然有一個資助來發展 不過我想藉著仲裁機制這個東西 我也會來討論一個問題就是 單向運動協會它其實 它到底許多的作為 我們在法律上是定義在所謂的 司法就是所謂的民法關係 還是它先進去有公權力 受脫的性質 為什麼要討論這個議題 因為當你說把所有的一切的損性 都歸屬到民法的時候 民法有四個字 大家常常聽到叫契約自由 於是它會說人民團體有 人民團體有結社自由 於是它會說 你協會的報名規章 協會的規定有契約自由 是屬於人民之間的東西 我這個法院不能介入太多 我不能用憲法上行政法上 太多的原理原則來規範你 但是如果一旦這個東西 它具有了公權力做過的性質 舉個例子來講 為什麼單向協會的公權 是為了舉辦賽事 為了舉辦賽事辦法 那它有許多的補助 有許多的選手訓練辦法等等的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國家受有公權力 於是單向協會有這些權力 來做這些事情 那剛剛其實額外紮帶 我其實相當贊成其實單向運動協會 運動協會導致的運動團體法 因為其實目前大部分的領域 如果這個領域是需要證照的 其實它們都有自己的專法 那同樣在運動這個領域 運動教練需要有運動教練證照 選手也要有選手資格 你要連股負責都要有資格 但是順便有他們的專法 而是規範了運動團體法 提示就是一個相當大的問題 OK 這邊回應完簡教 都是我們回來幫你講到的 在公法跟司法的區分上 我還記得2009年那時候非常 因為我一望求舉例 2009年那時候 當持棒搖搖欲墜的時候 那時候政府決定撥一年兩千萬的補助 給4個城市成立4支城市隊 這是只有政府成立的城市隊 那這些城市隊要去打什麼比賽 這些城市隊要去打的是 棒搖舉辦的所謂的社會甲鎖比賽 那這個東西是不是我們感覺 很濃厚的功率算性質對不對 因為我政府除了是成立的防球隊 我要去打個比賽 那到底說這個比賽我應該 應該是具有些公權力或是至少是 我們法律上起來的受益行政的性質 OK 結果棒鎖定了什麼參賽資格咧 他說你要參賽的隊伍 第一年你只能有8個打過職棒的球員 然後每年替檢兩個 第二年只能有6個 第三年4個 接下來就維持4個這樣下去 那對我們這些學合力來講 這叫什麼 職業自由的限制 為什麼我打過職棒我就不能 為什麼你要限制打過職棒的人 回去打社會甲鎖 那你說如果棒錢 他就是一個我就是 我就是辦比賽就不想你職棒權人太強太多 他是一個很單身的母親機構 那就算了 可是這個例子上來講 他限制了什麼 限制了國家花錢實力的城市 對 而且他辦比賽前往多考試來自於國家的預算 所以回到這邊一個東西就是 如果我們能夠將這個性質 透過耳修內外小燃進口的時候 我們能夠去證實說 其實這些分教運動權 會在這些局所當中 具有濃厚的公權力性質的時候 尤其在教練的選拔 在國手的選拔 在賽事的選拔 都是來自於政府的搜尋情況之下 如果成端他具有穩困的公法性質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讓憲法來介入 包括工作權 包括人民的生存權等等這些的 包括運動自由等等這些的 這樣的公法來介入 然後由行政來做指導 來協調 會有所謂的參選手 或者是個人以及協會性的權利義務關係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蠻值得研究跟探討的一部分 我想要討侃一下 其實我們一定有一個所謂 單向協會管理和考的辦法 可是那是93年訂定的 當裡面的主管機關還叫做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你們知道這代表什麼意思嗎 這代表這個辦法很久沒有人在乎了 當你提到考核跟步道 因為你只要有這個辦法 你就會覺得看那個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就一定會很礙 可是當改成體育主改那麼久 這個法都還沒有修改 我們法律界常常會注意說 其實很多法就是在修那個主管機關的名字 但這個法那麼久沒修 就來去諸導跟考核單向協會了 當然我想小一政府他提出來四項的改革學校 有一項幾乎都是針對協會的組織改革 包括人事公開 要有所謂的公益所謂的獨立理事等等 我覺得這個方向都蠻贊成的 回過頭來最後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到底未來在討論運動或是體育的時候 這個主管機關的單位層級 是不是要極限在體育署 因為如果要極限在體育署的話 他永遠都在教育底下 而且永遠很難去目擊到產業層面的問題 所以如果真的是要好好的來修 來把運動做成的話 你必須要是一個拉高層級 而且我也很懂成交的地方 運動就是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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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很直接的受益 但是它其實會間接的包含 像社會福利、醫療 甚至我們之前在社區放球 那對於整個社區家庭的重建營造 我們那時候辦很多社區放球賽 看到爸爸帶著兒子去討論 去討論昨天的放球比賽 然後不要怎麼運動在今天社區放球賽 那個氣氛氛圍是很感動的 尤其在人物事人技術業的狀況之下 這個東西是很 我們當時會覺得自己真的做了一些 事人狀況 那所以我覺得在這些層面上 其實確實需要大家來用更多的角度 來去關心運動體育的問題 謝謝大家 謝謝於中英醫師 他從很失誤的面向然後來看待 就是制度可能有的改善方向 還有這些問題 那接下來是不是請郭嘉倫 謝謝 那他是台灣體育運動 攻擊娛樂法學會的監視 大家好 我是台灣體育運動 戰娛樂法學會的監視 然後我們理事找林鄭黃先生 因為最近有其他的會議正在忙 然後那個總幹事 汪凱莉先生 他現在正在國外 但是我們覺得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所以一定能辦參加 所以今天我大概是以我個人的名義 發表一些我個人的看法 首先我跟潔老師一樣 就是我認為這兩個案例 不管是不適合 至少讓大家關心體育事件起來 然後另外一個 體育法律其實是體育領域更邊緣化的 如果說體育是邊緣化的 那體育法律就是更邊緣的地方 為什麼會說這個問題呢 因為那個 就像前幾位老師講 就是體育其實是一個很政治的議題 那關於ICU呢 其實最近發生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ICU底下單校協會 最近有三個 早期他們在商城裡面會議是 可以參加是國家或地區 但是呢 因為大家各自的表述 所以台灣任何國是國家 那其他國家可以認為台灣是地區 那種什麼 可是最近有三個單校協會 其實他的那個 理事已經通過 在他章程裡面直接寫說 地區比方台灣 所以 這個 因為 台灣現在在國際上的地位非常微妙 然後 大陸我們可以發現 他們對於體育法律的 不再像以前比較粗暴的處理一些事情 他們在體育法律方面操縱越來越精細 比方說前一陣子 那個 輕棒的那個亞太區 他以違反運動精神的申訴 讓台灣必須得多大兩場比賽 這個新聞可能大家也知道 那 但是我覺得他最厲害的事情是 他在前一個晚上才行動 所以隔天聽到消息的時候 我們連上訴都來不及 而且我們到底不能去上訴 這可能是一個問題 那 所以很高興 因為這兩個議題 大家對於體育法律這部分 就是 越來越重視 那 但是也因為這個原因就是 剛剛大家提到就是 到底是公法領域還是 司法獨立的問題的時候 就變得要非常小心 因為在國際上 我們舉個例子 那個 伊拉克他的奧會 之前曾經被取消資格 取消資格的原因是因為 他的那個 他透過他的議會 把他的那個奧 就是他們國家的奧會的委員 換掉 把他解散換掉 然後那個 IOC不承認 所以他們就被解除了資格 那我們知道 就像那個 剛剛簡老師講的 我們那個 運動選手三面週期 真的非常短 如果說我今天這場比賽 不能參加 那我要等4點 4點之後 我的體能是不是還是這麼厲害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在改革 特別是在國際補資 單向協會的改革 的確要 處理以上可能要非常的細膩 那另外一方面 非國際的部分 的確就是像 這幾位老師講 就是政府補助很大 很多 但是問題是 運動選手在這裡面 特別的劣勢 那可是我們今天 反過來講 就是說 運動選手劣勢 但是 這個是 是司法的問題 還是工法的問題 對吧 那 反過來我們現在 回過來講 就是那個 運動選手的部分 這 不過講的是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 我們國家在 運動選手 其實我們運動選手 你身體的空間 非常小 他的生命週期非常短 然後如果說他今天 沒辦法比賽 可能 過幾年 他的體能 就不行了 那 可是 選手還是有分 有些選手他能夠打職業賽 對吧 通常能夠打職業賽的 他們最大的爭議點是說 因為我替國家出賽 國家給我什麼保障 我們看到之前有一個棒球選手 他幫 高國會 他幫國家打國際比賽 結果後來他就受傷了 受傷了之後呢 沒有人幫他出錢去移植 對吧 我們現在先不管說這個 因為 對他來講他是可以打職業賽 對吧 所以 到底 這方面 所以如果今天一個職業選手 他不願意參加國家的比賽 當時就有人說 欸 你怎麼這麼 就是 不會有國家著想 或者國家在賠你這麼多年 對吧 可是你要想想 他現在不能打比賽 那誰替他著想 對吧 那今天反過來 另外一個情況是 那個 呃 職業選手 呃 其實為這個例子 我相信 很多運動選手 不是太開心 因為第一個 呃 跟他搭檔的 就沒辦法比賽 對吧 然後第二個是 他可以去打職業賽 沒有問題 可是 他好像沒什麼法律的意思 就是說 事實上這件事情 他可以透過很多管道處理 而不是最後這樣子做 對吧 而且他是有錢的 對吧 你為什麼不會想要去聘個經紀人 不會想要聘個律師 來幫你處理這個問題 然後 呃 但是我個人看法 希望你不要設定人生攻擊 那另外 反過來講 就是非職業賽的部分 非職業賽的部分 非職業賽的部分 很多選手 的確就是 我們可以發現就是說 他們能參加的 就只有 比方套利項目 然後能夠接受 就只有政府的補助 當然少不了選手 就像那個 但至於一樣 他可能 他可以 有廠商的贊助 對吧 但是還有廣大的選手 他們並沒有得到任何贊助 那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現象是說 那這些選手 第一個 我們比較關注的是說 如果你有錢 當然 我們比較建議是說 你很多事情 你應該憑法律圖進出 你應該請律師 或請經濟人幫你處理 但是從另外一方面 我們較關注的事情是說 那這些 比方沒有拿到贊助 或是 那個非職業賽的選手 他怎麼辦 我們可以發現 他很多可能 他都沒有勞健保 或是說 他必須去 比方說 他平常做這些工作 然後 以這個為 就是 他 另外一條 就是 娛樂或實驗 但是等到正式體 這種 但這種做法 他沒辦法 其實他沒辦法 有很好的表現 這是一個二線循環 所以 剛剛那個 不好意思 許律師有提到的是說 國家有打算要做仲裁 的這一塊 那 我會認為這是一個 蠻重要的議題 事實上 我們法學會之前 也有討論過這方面的事情 但是 呃 仲裁這一塊 如果能夠推進 然後 能夠讓大家都能夠接受的 一個盡快的方案出來 那 能夠讓運動員 該比賽就比賽 對吧 協會該 該運作就運作 那 可能是一個 我比較期待未來的一個 發展方向 對 那我大概只要講到這邊 因為我覺得 各位先來 海經當然已經講了很多了 那我在這邊 稍微補充幾點 這樣子 謝謝顧教人 天使 對 除了運動組織跟運動員 中間其實也應該還有很多環節 應該要被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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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們請佳琦教授 來跟我們分享 謝謝 陳理事長 還有姐教授 余律師 還有補充師 還有在場的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真的很開心 可以來參加這個學會舉辦的活動 因為我覺得第一個是 台灣有這樣子以產業領域為主題 也不是以傳統法律為主題的學會 我覺得是一個很進步的觀念 那第二個呢 其實是跟我個人因素有關 我前幾天剛好在做瑜伽的時候 我大傷了我的腰 所以我剛剛就對姐教授說的 運動是那個增強健康這個部分 真的非常勇敢 好 那我介紹一下我自己怎麼有機會來 我介紹一下我自己 就是從什麼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就跟剛剛幾位先進可能比較不一樣 我是從比較從贊助 還有就是製作者的轉播 來看這個產業的發展 那我會比較具體來就是 以那個戴斯林的事件 那主要是以談那個運動贊助權的發展 從這個角度來看 因為之前我做過一個科技部的企劃 是談2012年的英國跟奧運的贊助權的發展 那這個呢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那個奧運裡面就是被截取的一個畫面 那大家一般會想到說 運動員等奧運等了四年 還有誰也一樣等奧運等了四年呢 其實贊助廠商 贊助廠商跟運動員一樣 他們等這個最佳的行銷的機會等了四年 那之前有一個數據就顯示說 2012年的英國輪跟奧運 但是近幾年來就是在美國 最被觀賞 就是觀賞人次最多的一場運動的賽事 在那個電視轉播的歷史上 這個呢 這個呢 是在那個理論奧運那個截取下來的畫面 大家可以發現說 這個是一個跨欄選手 這跨欄選手呢 他把他腳上的運動鞋的logo給塗掉了 那其實呢 有幾位運動選手他們都有做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其實還沒有找到贊助廠商 所以他們不願意就是剛好 因為他需要穿這雙運動鞋的機會 給這些廠商免費的行銷的效果 所以你們會看到說 其實奧運的賽事 不只是大家最關心的一個 就是最多人看的一個運動賽事 所以也是贊助廠商他兵家必爭之敵 甚至連運動選手他覺得 他沒有找到廠商 他又必須要穿運動鞋出場 那他寧可把他的logo塗掉 那也從這個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呢 你把運動鞋的logo塗掉 你自由去選擇 你想要穿的運動鞋 這在國際上是可接受的 是常見的 所以我覺得從這張圖 其實也可以解釋很多 我們的戴子英事件 今天為什麼會發展成這樣子 那剛剛理事長提到說 他覺得運動組織 是一個陽光照不到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從這次的事件 我也這樣有同感 就為什麼這個事件 會發展成這樣子呢 那請大家看一下 這是那個奧運的 他整個行銷 他所獲得的利率的來源 你可以看到47% 他是從轉播授權的部分 然後45%他是從贊助 那這兩個加起來幾乎就是全部了 所以贊助的部分 就佔了奧運的營收的將近一半 所以就是在國際的發展趨勢來講 贊助是很重要的一個營利的來源 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支撐運動產業發展的來源 所以台灣的贊助怎麼會發展成這個樣子呢 那就是蓋思穎 就是我在網路上抓下來的一個畫面 我相信大家就是都有看到新聞的報導 他在了解就是蓋思穎球鞋事件的前因後果 就是根據報導蓋思穎說他的腳有大小腳握體 所以他一直是跟勝利體育有合作 勝利體育也跟他的贊助商 所以他也是由勝利體育這家公司來幫他做一個專門定制的球鞋 但是羽鞋呢他們跟另外一家贊助商有簽合約 所以羽鞋就要求所有的羽鞋下面的選手 你一定要穿我的官方贊助商的球鞋 那即使是蓋思穎曾經有跟羽鞋反應說 我可以把logo塗掉但沒有被接受 那為什麼羽鞋在這件事情裡面看起來好像 他是一個很有權力的組織呢 那因為羽鞋他其實是有權力可以要求 他可以決定選手能不能代表國家來出賽 這個我在等一下就是會介紹一下 那個奧運還有羽鞋他們的規章來做一下解釋 那羽鞋就是因為這些選手 他必須要透過中華羽鞋的推薦他才能參與 所以羽鞋運用出賽推薦權呢 他要求運動員要配合穿戴 他贊助廠商的這個球鞋 那所以我去查了一下就是奧運他的那個獻章 還有就是羽鞋的相關的規定 所以以下呢請大家忍耐一下 這邊比較技術性的法律的規定 他其實有提到說不能做任何的行銷活動 因為奧運有奧運自己的官方的贊助的廠商 他不讓你就是任意的自己去做這樣子的行銷活動 除非呢你只是為了就是識別只有 而且這個識別呢你大概只能就是出現在你的那個產品上面一次 所以你穿運動鞋 運動鞋上面剛好有表示說這個製造廠商的標誌那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除此之外你不能再做超過這個區域之外更多的行銷或贊助的其他的行為 那是國際奧運的規定 所以IOC呢他所有關於贊助球鞋不只找到這樣的一個規定 他其實並沒有就是要求其他的事情 所以從剛剛那個奧運的規定來講 戴資穎他如果穿了一雙上面有logo的球鞋並不為過 那從女鞋的規定來講他提到說女鞋的規定呢 他其實是就是在澳會IOC的監督之下 那我們看看他關於球鞋呢有哪一些規定 他提到說只要你穿的這個球鞋上面有廣告 你只要選的球鞋是 and it's three months prior to the two months 你會選兩賓我 就是這個球鞋是在這個比賽三個月之前 你上市購買的產品 那其實是可以接受就可以 你可以穿這樣子的鞋子 好那他關於贊助的這部分有什麼規定呢 這是我找到的 這是在女鞋的那個規章裡面提到說 有關於這個球員的他的shorts 大概是短褲 還有他的那個lower part of the genesis outskirts 他的那個短裙下半身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是必須專屬給協會來作為 就是他如果要做贊助的一些活動的時候 這個區域是專屬給協會的 但是呢他並沒有說協會如果不用這個區域來做贊助的話 他並沒有說就是一定要用這個區域有合作贊助的強項 他還特別有提到說 在這個弱裡面的第二段 Old players from the same members 首先尋找人們 Do not have to wear and tie it down their short skirts of all parts of the genesis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部分 協會可以用這個部分來跟贊助廠商談贊助 但是呢他並不是強制的 成員他有選擇的權利 那這個下半身的這個區域專屬給協會 但是呢並不是一定要用 那有趣的人就是說他有沒有提到鞋子 我就是找來找去他並沒有提到鞋子 換句話說鞋子並不是被歸為羽鞋 他可以就是專屬的盤贊助的區域 所以你從羽鞋的規範奧會的規範看到這邊 你就會覺得 所以鞋子從樓到尾 他從國際上的奧會跟羽鞋的規範來講 羽鞋他就沒有權利要求說 球員一定要就是跟他配合他的贊助的強項 那在這邊我把那個國際贊助規範就是做一個小結 就奧偉會呢他不鼓勵你做商業的廣告 但是你可以做商品的識別 然後他對商品這個識別標誌的出現 他有就是僅有一次的規範 那第二個世界女球聯盟呢 他把球員下身的一種區域 留給協會的會員來做廣告的專區 但是他沒有強制球員一定要傳 他有廣告的義務 那所以解讀就是說 球員並不是協會會員的廣告專區 球員有決定權 那球員有決定權其實在那個 運動的發展上面他還有其他意義 就是很多運動員都會說 我今天參加運動賽事的表現 很重要的一個程度是決定在我穿什麼球鞋 一個好的球鞋會影響他今天的表現很大 那我相信大家就是有在做運動員都能夠 統一這樣子的一個聲明 所以如果要求因為廣告贊助而剝奪球員去選擇球鞋的權利 那會影響到球員的表現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 國際上奧委會和羽邪的歸版 他也不敢把這個區域就是要求留給其他的協會去做決定 所以這樣子台灣羽邪的處罰是不是合理呢 他要求說就是球員來配合他做贊助廠商的這個 穿贊助廠商的這個球鞋的要求是不是合理 我覺得第一個可以從國際上的發展趨勢來看 就是他其實是跟國際的發展趨勢不合 那第二個你從國際上的奧委和羽邪的規範來看 他其實超出了原先就是他規範的範圍 那他是在國際上的就是這個贊助規範之外 來增加一個選手的選擇權限制 那這個就會讓我想到說 那他從哪裡得到這樣子的權利 是不是協會的權利他已經大到 其實他所做的決定是幫這個球員 就是在決定他要出賽的球鞋 是可能會影響到這個球員他出賽的表現 那但是對於運動這個部分 我其實自己本身不是那麼了解 就是簡教授才是專家 所以我在這邊我也不敢斷言說 那為什麼羽邪他可以有權利做這樣的事情 我只是從我自己就是法律的背景來看 我覺得法律規範並沒有授權給他去做這樣子的樣子 那他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權利 他怎麼會產生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我們覺得很不解 那剛剛有提到說就是羽邪他會要求說 你如果今天要出賽 必須要透過你的協會的推薦 那在協會裡面他會要求你 就是你要遵守一些 Ferish Code of Conduct 然後你必須要遵守一些他的行為規範 但行為規範裡面並沒有很具體的講說 你必須要配合贊助廠商這件事情 其實是完全沒有提到 所以我的問題就在於說 為什麼今天運動產業會出現說 協會他會認為他有權利 在一個完全沒有授權沒有法律規範的情況之下 他敢於這樣子去要求一個權手 那最後我想要談一件事情 就是跟我之前做了一個科技部委員研究計畫有關 是在談就是奧運的贊助權 那剛剛我其實在開場的時候 也有秀一張圖給大家看 就贊助和轉播大約是佔了就是奧運90%以上的盈利 那所以如果要讓運動產業好好的發展 我覺得在國內的這個贊助產業贊助的規範 還有贊助相關的一些可能的職業 比如說剛剛理事長提到運動經濟 我覺得這些發展都是一定要可以配套去考慮的 那我提這個這張圖我覺得很有趣 那其實就是在國外他們稱作叫做突襲式的行銷 怎麼說呢其實你會看到這一家那個啤酒廣告 他聲稱說我是I'm official sponsor 我是個非正式的世界盃的贊助廠商 所以他告訴你說不是贊助廠商 但是他到處都在放這張廣告 所以那你會不會因此 把他跟202點的世界盃產生連結呢 所以他就是走在法律的邊緣 那我們把他就是稱之為叫Steel a Show 你把人家就是秀場上的主角的光彩給偷走了 那這個Steel a Show呢也是給我就是這一次在看這個戴自應的世界的感覺 就決定要穿什麼樣的球鞋應該是選手 他自己依據他自己的體能 依據他自己的狀況去做決定 怎麼會與一些Steel a Show 帶自應選手來決定這樣子的事情呢 那以上我就簡單介紹了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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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佳俊老師 從就是Judgy Jam的這個面向來談 那我們接下來其實可以開始QA了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大家特別有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再簡單補充都可以 對不起 我先回應一下 我們剛才三個的江老師 你這樣就要社會提到的 剛剛記憶啦 我的新聞 剛剛提到的就是奧運會裡面出現那個Logo 被聽不掉的事情 我都專業這個給各位解釋一下 因為每一個奧運會裡面每一個國家去參賽的時候 這一報到的那個前提 你就要秀出你這個國家的Logo 包括你的服裝就要註冊 要封造註冊 你就根據這個在什麼樣的範疇裡面 你去穿著這樣的服裝進去 不同的運動種類的時候要註冊 你要穿這個服裝 規定 那剛才提到那個 到田徑場裡面去 那他有時候是這樣子 他是因為贊助權利關係 是有主辦我 他跟這個廠商 是在這個田徑場 還是羽球場 有類似這樣的組 Title Sponsor已經贊助了 你可以穿其他廠牌的鞋 但是在那個我們不會裡面 你要貼起來 就像我個人以前 我穿很多國際比賽的時候 一樣 我在包包進去 我當教練 如果當選手沒有機會 我會當教練 我們就譬如說 國家以前是哪個運動廠牌 他贊助我們所有人 在不同的服裝 我的服裝 如果要進去那個場地裡面 他很簡單 在你選手要進入比賽場的時候 他就把你貼起來 他就必須有這個權利來辭職 而且你出來以後 也可以打死掉 不是在比賽的那個當下 他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權責上 在法院上已經有這樣的建立 所以你必須在那個場地進去 就是貼掉的 其他部分就可以了 可以的 那這個部分來說 就剛才講了 戴自己的那個事情 我蠻贊同剛才 講到說很極了 這樣的看法 應該這麼說 我也蠻贊在那邊求的 因為禮貌求學會 沒有經驗 這個部分在全台灣的 三四十年前 我們早知道是因為 為什麼 國際大陸都有圍的 但不會有服裝 就是協會有收 比如說單向協會 單向競爭量 競爭 這個四天盃 各個單向的警告賽 亞洲盃 這個比賽的時候 單向協會 自己本身就跟某個場商 有做這樣子的一個合作 贊助關係 你必須在某種的這個服裝之上 去穿索這樣的服裝 就算我們在寶貝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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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的 這三四十年來 我們認為的是 只要是牽涉到選手的技術表現 他的適應的表現 尤其是鞋 像我以前 我要傳聽鞋 我聽鞋 但是你們都還討論到 他的球拍 萬一我現在用這個場牌的指揮 我不是了 我要拿我自己的球拍 在CoverSense裡面是OK的 只是協會在跟這個場商 做這樣子的契約的談定的時候 他可能忽略這個個人的專用的屬性 對於他自己運動的能力的表現 可以打不幫助的人 他以為用比較大的採用權 就可以了這樣不可 然後都很大量的經驗 其實有點剝奪掉的人 就像剛剛講的 奧威爾本身 尤其是奧威爾會在裡面 他還不敢這樣子來規範 所以以後這種精神下去 應該協會會來 我想 95%以上 我要這樣講 基本的 目前台灣的單用協會 尤其是奧威爾會相同的單用協會 因為國際連結結軌的部分 都有這樣子的一個認知啊 所以其他的單用總統沒有問題 對不對 我以前 我可能在台灣 我的認知是屬於很專業的運動協 我是屬於某廠牌 但是我的鞋櫃是跟哪個廠牌合作的 我不能拿你的東西啊 但是我告訴你 我已經跟你講 我的技術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覺得你要壞 你要去拿 你就必須要穿 這是旅行 旅行 旅行 所以有這樣子的一個權責 這個是我自己今天看了 都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就很納悶了 總部人家會有這種的一個協會 會用這種方式去處理 甚至還要處罰 還要趕快做 做告解的動作出來 這都OK 應該是沒有事情 我就覺得應該 但自己只是引誼出來 那當然我蠻高興 就是說我們法界的人 以前我常常講說 台灣喔 台灣這麼高度的 這個美國民法展以後 在體育運動這個領域裡面 一直沒有真正來幫我們打 我們以前打 澳洲弱勢對象法庭 到民國財拳 我們是聘請外國人來幫我們打官司 我們請一個是外國人來幫我們打官司 你說怎麼打 所以這個部分 我在座的各位 有法律的這個 你們真的是來幫幫我們體育界 我們學體的人不清楚 這個部分有很多的選擇 當然你們有很多 剛才你們所談的那些 相關的可能 可以利用更多的訊息 來給你了解 那你在這個範疇之內 就有更多的 比如說剛剛提到的租稅問題 職業選手 職業選手規範 在全世界裡面 就開放了職業的賽會 早期在90年以前 職業選手是不能參加奧運 因為你都知道 對不對 像從96年開始 夢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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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dan 開放了有職業選手 為什麼你要這樣的開放 把這個市場做大之後 他落實要檢 他不要讓職業 以前 92年以前 沒有開放之前 職業選手 如果經過要檢 他還會放他 他屬於商業行為 他根本不收在 所謂IOC的 這個要檢範疇裡面 他納進來 開放了 創造一個人類最高極限的 一個挑戰 但是我要給你檢查 他最受到十年了 最受到幾十年 所以你看92年 12年的那個 排輝判定 他可以做飛行檢查 他可以有你的資料 有這個尿力 他可以保存 他可以再檢查 我們今天有抓到 一些小小事情 所以這個部分是 整個國際的運動賽會 的組織上 對這方面的嚴謹 其實已經相當相當的 一個高度的發 的延伸了 那租稅的問題 我們現在 小英徒府也提到了 其實 最大的誘意是 到底是競爭幹 但是 學手要先跑 還是要有 這個要 我剛剛講的第一個 要支援 要有五支援 這個支援 當然 國家公權力 公共部門的部分 你要先丟一把米 先幫忙推一下 他會有良性的發展的看法 有良性把那個制度建立起來 剛剛講的 我一直很期待 有專訪 但是剛剛講的 我再解釋個 現在目前台灣的所有 體育專業證照 它只是一種技能 製造 它不是職業證照 只有什麼 體育的範疇裡面 只有教練部的體育老師 就是 是有國家任命的 其他人 我們的主管機關 有沒有說 沒有啊 他定一個法則 定一個辦法 然後就有待當協會的實施 我講到我的音點 三天 四二十小時 就拿一番正常 那我們讀四年 體育系在哪裡 所以我也蠻期待喔 我在十年前就有 開始要學這個法 我也把它重新 要當一個職業的 或者說專業的教練當中 他的養成機制 一般我們觀察 亞洲 澳洲 澳洲 各種美國 加拿大幾十國的國家裡面 他的整個學習的時速 都要超過一百二十個小時 專業的知識 你才能養成 變成一個心理教練 是最基地級的 我們 這個部分我們在努力 我們現在就開始在改變樣 這都有 有在做教練 那包括體育的領域裡面 當中所有專業的人員 有沒有以後體育的經濟人 的法則 你有證照 體育記者 類似啊 體育的防護人員 體育的經濟人 體育的裁判教練 這個trainer 或者說物資師 在你運動領域 不是啊 我們現在都是一一一介 就拉進來 他到底懂懂 要不了解 這個身份的建議就很模糊 很模糊 在職業選手當中 職業的賽者當中 有什麼規範 必須有什麼樣子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 國民法提法裡面 有規範 每一個 每一個 7億500人以上 就必須聘請一個 體育專業的製造員 這個製造員建立在哪裡 沒有啊 他還在建立 我就學會 所以我的公司裡面 有一個人是 跟體育有點關係的 那就是他 這個人就是他 毛巾油 他要做什麼樣的任務 有沒有 給實際上的一個 就像我現在在推的 用運動的角度裡面去推 讓群組的部分 因為 專業選手 頂尖的部分是少數人 百分之九十幾的大部分 一般的民眾 對於體育運動這個區塊裡面 是不了解的 所以我剛剛提到的 我們教育的問題 我最近一直在做這樣的演講 做這樣的一個 然後去解說 從運動的技術 用生理學 運動系列學的角度裡面 創造一個 人類人的生理技能的提升 維持更好的生理態度 對我們的健保 目前的角度 長照這個是 全世界最好的知識 我是覺得 但是 我們沒有很好的認識 在當中之下 造成這兩個 這兩個組織 這兩個政策 第一個 是快不夠長 為了創造我預估 我當然 面對了 面對了 如果說 按照目前的規劃裡面 五年 一定才會有 又造成很大危機 都用 大少部分人的 算出來的 這個 國家工廠去支援 那個是好的制度 問題是 這個年紀大的人 能不能再回饋回來 創造這個人 人紀大的人 使用我們的醫療 使用公共工廠的這個計算 減少 這才我們必須要思考 這個才是我們自己的思考 所以我們現在 這個其實我們都已經 找到答案 做答案 這個可以抓回來 趕快回來 要退後 要退後 所以 包括剛剛講的仲裁的部分 小燕政府非常有誠意的 要把這個仲裁的部分 到底是用哪一個 我們都在目前在研究當中 希望有一個非常完美的 第三者的角度裡面去 對於協會跟國家給公共堂 去辦理的過程 就是這樣 對於選手 或者權利 不管說選手 當然還就是說針對選手 但協會組織有沒有權利 也是要有關 這權利應用之間 它必須什麼樣 達到一個什麼樣的平衡 才是未來我們這個立法 這個仲裁的過程中 很清楚把它建立出來 才能拿到更好的界面 所以再次肯定說 也真的感謝 我等了五六十年 我等了五六十年 真的 我從一個專業的運動員角度 教練到目前為止 我已經快退休了 我才發現說 哎呀好不錯 現在各個業界面 這個業界 剛剛講的產業 他還發現說 運動的產業 其實不屬於賣商品的 不是賣商品的 就是跟你的洗洗相關的生活 人身體也 對周邊的包括IC產品 這些所有的管理機制 非常寬廣的空間 所以大家加油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廖翔老師 然後我回覆一下 非常感謝我們解教授 今天給我們很多的專業知識 我覺得不同領域的對話 功能還有整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當時為什麼 在致力的運動修學法學會 或者說我們還有修理團 其實我們有一些法律的人 就覺得奇怪 這個運動修學這段 明明知道我們怎麼國家 不管從專業性來講 從產業化來講 證照化來講 都不太需要 其實我大概十年前 曾經參與過一個 國民體育法的那個 修法的研究計畫 當時在談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這問題也不大 但是這問題後來也是產生的 就是救生員的制度 各位知道 我們每個提 因為我們知道要救生員 那救生員怎麼培養 那你救生員要證照 那其實這個證照誰要發 所以我們講 剛才我們在整個 簡介護手提的 你要專業化 然後呢 你要專注的團體 團體連連理局 然後很重要還有證照化 其實我們現在應該一直在講 這個運動員 很多大部分人所講 都是禁忌這個部分 其實運動的面向是非常廣 它走出校園 它要確認運動的問題 也就是國民體育 它是說明運動的問題 然後它就會涉及到什麼 會涉及我們剛才所講的 醫療 社會福利 或者其他相關的產業 所以像德國他們也有所謂的 運動 不是只有運動的科學 運動醫學 運動腦 運動福利學 運動醫療 這些相關的非常非常多產業 所以 其實台灣要轉入還非常長 就是我們整個所謂的科技整合 跨域的整合還是非常多的 那我不曉得你們提倦 有在推什麼全國體育會議或運動會議 沒有 我們現在司法界在推的是全國施改會議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推這個東西 但是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多 為什麼呢 就像我們一直在強調 司改絕對不是法律人的問題 司改是全民的議題 以前的司改為什麼成效不長 其實很簡單 以前司改基本上是比較精英的司稿 認為司改是法律人 法官、律師、檢察官 這些學者做下來的 這不是的 這真要很重要的是 誰在使用司法 這一點觀點是非常重要 誰在決定司法 那其實 所以 以前我們 坦白講法律有時候 過渡基因 會跟內衛產生很大的區域 所以最常出現的問題 那其實我覺得 這個相同概念 也出現在體育界 體育界其實來講 大家都知道 體育也是一個非常專業 可是坦白講 體育的人 比較沒聲音 我剛剛一直在講 奇怪 為什麼體委會 在組織改造的時候 體委會被架起來 會變成體育署 可是呢 這次的過程裡面 就我所瞭解 你有看過 體育界 或是運動界 有時沒有太大的聲音嗎 有喊 聽不到 有喊到沒有 你注意到這個問題 所以 我比較不聽到 聽不到 我們來講 所以其實 不管體育或是運動 對我們的生活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你說是一個失誤也好 說一個現象也好 一個行為也好 可是呢 現在它 將教育它的重要性 它的這個 基本上被關注的程度 是非常低的 那 為什麼我剛才講了之後 說其實來講 除了我們應該的 講運動員以外 很重要是你那個制度 就是說 當它從專業 變成一個教練 或是一個 要把 變成一個專業 變成一個產業 這個整個過程裡面 它相關的 這種所謂的 證招也好 團體也好 資源也好 完全沒有 就像我們剛才請教的時候 講 為什麼我們去打 這個 國際官司 要 進入外國人 因為坦白講 台灣這邊沒有幾個律師 有經歷去打 國際出手 我記得它 以前 它是一個開權到哪裡 還是網搜 對 對 是網搜 所以 行李律 好像很多也是 還是必須要運動 外國律師的去 很簡單 我們幾個 坦白講 我們一去 就是IOC的 沒幾個人 沒有沒幾個人 我們在講仲裁 那其實仲裁 在國際出手 早就有了 可是為什麼我們還很少有 其實大家不習慣 用這個制度去操作 也不重視這個制度 也沒有把它想說 你把它擦好 變成一個制度 在法律委員群 要做運作 到底你要找 找的是一種商業仲裁模式 還是你要找公共模式 把這個仲裁變成國家公權利益 我們總是要做權責 我們現在政府現在大問題的時候 一般面對 那我這是人民的事情 你可以我上任何事情去做 那明明知道做不起來了 那可是一般面對 你又想投怒 可是你要投怒 你又好像 我們剛才講 姐姐我講的科技撒一把米 其實坦白講 撒一把米 可能起不了人的作用 就像這石頭丟到水裡 東一身體 我們不見了 就不見了 所以很重要就是說 你坦白講 就跟我們教育政策一樣 你到底要走商業模式 走教育模式 請國家也要思考一下 你要有真正決定 因為這下去 你這個真正決定下去 你整個的架構 整個法規 整個環境的整備 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我們剛才江教授有提到 這個時光者的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台灣坦白講 企業贊助好像也是有氣努力的感覺 然後金額也是非常少 很簡單吧 你的那個所謂的CP值 或者你的回饋多管 廠商也會 廠商本來是在商延商 都給你多少錢 你才是多少 所以最重要的是說 我們剛才所講的 專業 證照 產業化 然後呢 最重要的是大家要把市場做大 把遊戲規則並記不住 這樣台灣的運動才會有未來 最重要的 其實我們看中 對我們體育專業來講 除了競技這一塊 我們更關注的是那個全民運動 全民運動真的是 提升整個國家的人民的素質 改善我們整個醫療環境 改善我們未來的退休環境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塊 那可是這一塊呢 相較來講 被關注成真的比較少 那我們也很高興 今天有這種機會 可能對話 其實我們在辦這個活動的過程 一直要找體育專業的時候 也不容易 因為我覺得 不想是 你們 什麼樣的考慮 或什麼樣的顧忌 找那個體育專業的事情 都還真的不太容易 這個要問我們主持人 我們處在這個懲罰的過程裡面 那是有很多這個問題的 不過我覺得這是好的開始 好 對 那時間還是 各位 還有時間 可以先補充一下 但可能 還是要留一點 對 我大概 補充一下 像陳老師的部分 陳教授有部分 陳教授剛才講到 關於 體育經費補助以及全民運動之間 我就講我個人參與過的幫助正經濟 正經幫運計的話 那時候是四年四十幾歲 追到六十幾歲 然後當時 當時其實我們一直風格在中間 就是其實剛剛講到運動產業的層面 怎麼樣讓運動從一個少部分人 然後到產業中間 因為我們 為什麼我們會選在台灣運動文化協會 你中間需要有一個普及化的一個過程 普及化或是然後形成一個運動 形成一個次文化的體育 那包括不管是你小時候會有參與的經驗 然後從文理長大會有觀賞的經驗 然後你這樣把這樣的經驗做一個聯法的產業 這個叫做一個文化 那可能我們舉棒球為例 大家台灣 常說台灣的棒球是國球 但是小時候有多少人真的能夠打棒球的 這是一個問題 操場上都會有告示牌 這我們討論過很多時 有了解運動人都討論過 操場的告示牌也會寫說 禁止棒聯球運動 對 然後導致幾乎小時候 我們只能夠看著 那些所謂的要打冠軍的棒球 就在打棒球 而我們自己 卻一直很 我想在我們這個世代的很多人 都是到了大學財源 自己運動員 那一點小小的夢想 然後發現自己 還好這只是那麼小 我是真的 自己小的夢想 會真沒這個天分 不會再提外話 那也因此我們那時候回顧到 為什麼要舉這個威力 因為其實我們那時候在 真心棒聯球小時候 我們就一直提到說 你光是要狂潔化基神化 可是那時候也許 礙於我們自己的參與經驗還有專業不足 那最後那個預算通過的時候 六四、六十頁部分 有三十億是投在所謂的基神訓練戰 那什麼叫基神訓練戰 就是把各地區的 依照各地區的基優學校表現的選手 找到基神訓練戰 然後再給你球聚 再幫你聘請教練 然後讓一些精進再有更多的資源投入 那這其實跟我們去 本來想像的 你如果四年六十一 這正確是一個非常大的專業金額 本來你應該是要做一個基神的補級的話 餐館補級 然後人員補級 賽事補級等等之類的 這個想像很大的落差 而且那四年六十 而且那個三十億的基神訓練戰 基倍可想之又是某些 單位同學在掌控的 那也因此 這些金 就像國雲阿成人教授這樣的 這個母雞灑下去 你要餵那些還要吃你的小雞 結果老是那些老公雞在吃 對 而且如果是母雞吃大會散單就算 就還是中雞吃吃掉這樣子 那所以那時候也 一方面也覺得自己那時候有機會 卻沒有去當下你都改變的地方 其實有點可惜 那你怎麼後來投入的是 所謂社區放球的部分 那這幾年大家有看到 其實後來的那些暴起 那其實有結合社區放球的產分 那雖然說 檢標賽的形勢 是不是最適合我們 也是一個考量空間 不過我想這個東西 確實是 確實不能夠討論 比如比如說小時候打過什麼球 你長大大概都會看那個球的運動 於是你就會去投入一些錢 錢在那個上面 於是才會有一個呈現的神秘 比如說我自己打籃球 雖然打不是很好 那可是我就會想出一下SBL 因為那這邊這邊 最高電堂的人 那雖然大家都罵SBL 就是我們打交聯盟 然後是我不知道 我會花錢在買籃球 我會花錢去租運動場館 籃球場等等之類的 那這些東西都是運動 來自於小時候 有運動經驗的參與 以及得到一個正面的經驗 然後那個文化傳承 那我當然也覺得運動帶過很多 很正面的力量跟思考 以及做事的方法 那所以我覺得 確實運動產業文化教育的部分 就是一個非常複雜 但不可以複業的層次 因為新規國華市 很多東西進階的元素 那也希望大家未來 能夠持續的關注 也能夠持續的參與 謝謝 好謝謝 那再繼續回應 謝謝 接力一下 就是那個 今天真的很高興來這個會議 但是回過頭了 我們有講說就是 剛剛 陳委員陳老師 他有提到說 要邀請運動人士來 也非常困難 然後我們協會 其實也有一些運動界的好朋友 但是他可能是有交了我們協會 但是我們說 也要開會吧 他就會說 這個你們 體育人士去 你們法律人士去弄就好 事實上很多東西 我們可以的確就是當 像那個 簡老師這樣子的人很難得 就是他會open mind 想要聽聽法律界人士說些什麼 那 喔沒有 沒有別的意思 就是 因為很多東西是 我們只能在旁邊旁觀 我自己也不是 沒有律師資格 但是我只能說 很多東西我們只能在旁邊旁觀 如果今天是一個公法領域的東西 其實沒有體育界人士的參與 我們常常訂購的法會 配備的現實 比方說 原體的體育人士要在企業當中 認識這個事情 那 另外反過來說 如果是司法領域 或是我剛剛提到的建法領域 其實這些東西 如果不是 體育界人士自己主動 找法律界人士協助來進行 我們也沒辦法啟動 因為司法是 對 那 另外一方面來講說 就是那個 剛剛有提到仲裁的部分 就是 所以這個是 可能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就是說 因為 法律界其實 就我了解 很多人會 很喜歡運動 他也很期待他們做些什麼 但是 這邊可能需要我找 比方說我們的仲裁 然後能夠幫 體育界人士做一些法律人士 做一些相關的事情 對吧 那我們 就會能夠累積一些相關的經驗 那 可能未來在這方面的事務處理上 就會越來越選手 或是說 如果我們先出去比賽 能不能多少的資源 說 聘起一兩個律師 去從事一些法律的事務 因為我們知道 比方像那個 國際奧位 他其實他有直接 他比賽之前 就成立一個董台委員會 然後 那中海委員會 就是從全球的那個 扣台人到地區 聘選出來 對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 也是在 要有個對口的態度 去處理這方面的事務 我覺得這可能是可以思考的 也許一開始 不是太有經驗 但是經驗畢竟 都是從慶祭 實在都累積出來的 就像我們需要 聘請國外律師 那我們在旁邊 能夠參與 其實可能 幫助我們 運動選手 更能夠跟他們溝通 可能也是一個 的方向 那這邊是 非常感謝 好 那台上的幾位 幾位 講者與台人 都已經分享過第二輪 但不曉得大家 有沒有什麼意見 要 要尋諾 或者是分享 那 剛剛我有收到一個意見 我請問一下 就是 我其實沒有很確定 這些運動組 是他們的組成 跟他們現在的 就是他們決定的權利 到哪個程度 因為剛剛聽起來 好像他們 原則上 掌握了大部分的 就是資源跟 就是參加比賽選手 或者是其他贊助 他們之間的贊助關係 其他企業 什麼的 那但是 這些運動組 是怎麼俗成的 然後他們現在的 譬如說他們的 怎麼講 權利運作 是怎麼運作的 這個最好的 大家是否能夠 分享一下 跟 分享一下 OK 這個 李悅仁 只是這樣子 我來說理一下 大家前輩 現在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現在台灣 有一個專訪 運動體育團體 來做約束 所以他的組織 就按照 人團法裡面的 社會團體的一個組織 你只要 這個台灣的各縣市裡面 有一半的縣市 留守這個團體的不代表 團體代表 你就可以產生 這個 全國性的 這個不代表 那他就按照 人團體 人團法選舉辦 選舉辦理法裡面 去規範 有多少個理事 譬如說要監視 產生多少個常務理事 產生理事長 這個權者下去以後 它是 歷史在人類政府 但是相對的 這個 它的主管機關 主管就是我們現在目前的 台灣最高的主管 體育德專制的主管機關 已經被下放到三級 以前好不容易 以前都要體育師 體育師知道 以後可以從體育委會 體育委會現在回歸到 教育部裡面的體育師 它是屬於教育的一環 我從旁邊去了解 因為這幾年 我從中間大概十年 離開了這個 在專業的領域裡面 去回到學校去 做另外一個領域的拓展 有機會在更多會報告 那這個部分 當過程當中 就沒有去真正表達 所以他們一直認為 是覺得 體育的所有的 經濟運動項目裡面 90%的選手來源 都來自己學校 所以他們在用這種 很狹隘的態度 角度去思維 就看 就把體育的團體 歸回所謂的教育部 你所擔心 要不然 他們以為認為是 多頭馬車 我教育部體育是要管理 學校體育 但是我全民呢 是體育有貴嗎 還是MOD會 還是體育總會 各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來做我們全台灣的 所有體育的相關發展 體育運動 它是一個全民性的 它雖然在國際 是政治性的較勁 但是回歸到國內來講 它是全民性的 只要你從出生到年老 幾乎跟運動體育 發生非常密切的關係 但是它涵蓋的層面 是非常繁華的 所以剛剛講的這個 曾教授提到的 我們以前都沒有聲音 那是沒有聲音 因為是這個社會的邊緣人 我要這樣講 我很抱歉 今天要講一個 我在台灣大學 各位應該曾經聽過 軍藝教官跟體育老師參與 你敢出校門吧 你敢出校門 你敢出校門 有喔 那時候幫著我們的體育老師 因為他們很多專家學者 認為體育的 大學體育 因為我們以前當美國有網絡教官 有時候會玩一玩就可以了 他不是不知 我們的基礎交易不足的情況 就是現階段其實不移 現階段不移 那如果說非常多發展 那我再講 我回答一個問題 所以主管機關裡面 就訂定很多的衛士 包括剛剛提到的這個基礎的計畫 然後怎麼公佩 然後就委託單向協會 對於相關的運動種類 用主管機關的這些計畫的相關約定去實施 當然主機大陸也不會有 所以各位也不要把他嚇人說 哎呀體育團體就是那麼 好像男的黑人裡面出錯很多 很不可 怎麼可能 你被抓到就是受刑者了 對不對 當然他就走到那個電源 因為他的整個規範裡面 沒有那麼細緻 沒有那麼細 尤其人團法裡面 那些規範裡面 沒有那麼細 所以包括選榜 選榜 我剛剛講有幾個層次 一個是自己國內代表團出去的 亞洲成績的部分 我們可以決定 協會要去把你的專業部分 我們要代表團 你這個 好吧 羽球協會 要代表多少團體 多少產生多少人員 去參加亞運會 就根據亞運會所承辦的多少項目 他有多少成員 我們大概用什麼樣的角度去看 一定有一個選擇辦法 我們出版機會給你這樣的一個模仿 你去遵循去選擇 但是 但是這個所謂的奧會 奧運會這個部分就是國際的 遵循國際的法則 其實我棒球要去打 亞洲地區的比賽的那個權力 那免得大家在想 我們也很有機會 為什麼 因為主辦公在亞洲 我們就可以減少掉一個對手 對不對 日本的主辦公 主辦公 就可以不用說去爭取代表權問題 所以亞洲地區 我們就少掉一個對手 就是比較有機會 在未來2010年有機會 所以主管機關裡面 會訂定很多相關的 譬如說我剛剛講的證照 他只是告訴你說 這個要選擇這個所謂的國家代表隊的這個職務員裡面 你必須有裡面的相關的人員 但是我認為覺得目前的這個主管機 對這方面的專業的人士的這個管機 這裡面還有在加強 他定念不是那麼的嚴謹 我剛剛講的 我們之前我在四年前 我曾經都做過很多這樣的一個研究 然後看過很多的這種國際的人 因為你要訓練一個人 我告訴各位 訓練一個人就跟百年教育 你訓練初步他一輩子 這段很短的運動生命 就被你誤導了 我說實話嗎 我們還有前子人 如果說這個教練不夠專業的時候 在這種訓練過程中 把你誤導掉 你就誤殺掉你的生命 去運動生命 不是那個生命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非常嚴謹 就我個人來看來 是非常嚴謹的事情 但是我這個基礎的 教練的教育 有沒有很完整 包括經費的補助 他一定會每年 由單向協會 提出一個所謂的計劃 計劃書 計劃書根據你要參加國際賽會 對於國內的賽制的比賽的規劃 對於競技運動的培訓 培養機制 甚至專業人員的 這個養情機制的制度的建立 譬如說辦一些 教席會培訓計劃 甚至包括全民的 全民的計劃 但是這個部分就少做了 總共比較少 全民的計劃 所以你要提出一個 很多的 他都會規律 你怎麼要賽制成期 你是國際起的 這個是每年必須要參加 比如說奧運會一定要參加 所以他一定有選拔賽 你就可以提出來 這個選拔要核定多少錢 那個核定就是 說實話 那麼多的 單向行為 那麼多的賽會 以目前 體育 俗 包括從體育開始 我在這邊再幾乎一下 經費的編制 在整個行政業裡面 或是體育裡面 是可憐到幾點 我用可憐兩個字來欣賞 你要馬兒跑 又不讓馬兒心吵 你說怎麼辦 所以變成悲血車心 所以很可憐 所以很多 各位你們從報道雜誌 或者電視裡面 看到很多選手 說他沒有他沒有 其實都有 只是說你有沒有打到那個水準 你是不是打到那個水準 你是不是打到那個水準 我看到很多媒體 哪一個偏鄉的小孩子 要去參加什麼國際的比賽 那個有時候是軍務部比賽而已 他不是正規的 整個正式的比賽 但是他有參賽者的 他在報名啊 他想去啊 那我在這邊去地區 拿冠軍啊 那是不是真正的就是 符合我們國家代表會 這個經費所能夠 贊助的 或者說支出的 事項的規範 在辦法裡面 很抱歉啊 如果說是這樣的 都要的話 可能全台灣 有幾十個 甚至百個 所以這個部分 要回味到 這個管理的機制裡面去思考 我們真正去救 救委員 你真的是用這個等級 如果說 台湘協會 或者國家沒有認定 給你這樣的補助 那當然 這個是禮拜 我們來做 要加強改進 那有很多 我看到的是很多事 類似我剛剛想講的 它只是一個 只是一個 譬如說 你看歐洲美 或是美國的 都是俱樂部的交流的部分 但是我要在這個問題 幾乎一刻 各位都看到 運動專業選手 要從小到體養起 我們的交易裡面 台灣 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講的是什麼 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台灣的小孩子 在國際競技比賽當中 年紀越小的成績怎麼樣 越好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的獎勵制度 除色違影 還有小學 國中什麼 體育等等 然後給你很重要 到大學 最黃金時段 一個人的生理機能 最巔峰的時候 用這種平均數來看 18歲到15歲 當了哪裡 當了大學生 但是體育科技的人 到了高中 拚了命 台灣的性向是 高中階段的成績 比高 比大數還好 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 他拼保送群 他可以上個大群以後 我想辦法閉嘴角 因為沒有誘因了 後面的社業 國威的資料在哪裡 後面的 鼓勵他繼續在中間 他是有國客壓力 他不得不 不是不得不 這是屬意 就是變成 我馬虎逼 我想辦法 所以未來 我們希望說 這個獨補發展 希望我們要再努力說 未來的資料 規劃裡面 讓這一些巔峰的 真正屬於最巔峰年級的 那個年齡當中 有什麼樣的方法 因為引導他 加上企業的協助 來支援 來贊助 甚至走路支援 很多國家都有 歐美國家 對於這種養成計畫裡面 你在鼓勢的時候 我給你支援 但是我在直訊當中 當然你這個發揮到 最巔峰的時候 當你推薦奈差 我來吸收你 然後我現在 我看到的是 我們沒有職場 職潛教育 這個專業拳手 他會運動 但是我退休了之後 好吧 你的公司很有誠意 請我進去 我要做什麼 我以前在運動場 他是 是大家拍手 叫好的這個地方 一到職場裡面去 Nothing 我什麼都不懂 我不知道 他就變成很低階的工作了 大概不出三個月 他就離開了 即使有這樣子誠意的人 所以未來我們要想到一個制度 當我要支援你的時候 在你的訓練階段裡面 我就要照 你要來支錢 我就給你一個支錢的教育 然後銜接你的專長 那你比如說不用多 你還在買兇手 或者你學校畢業 大學畢業了 那你發現你還有很潛質啊 你去練習 國家有一個機制來陪人練習 你只要每一天兩個鐘頭 回到公司來 學習公司的 未來你的職位的 工作的學習 你大部分的時間 你才有訓練 對吧 類似到這個可以啊 所以這個機制 在外來公佈裡面 是不是能夠 我的建議是說 從國有機構裡面開始啟動 國有機構裡面啟動 國有機構裡面啟動以後 開始民間企業啟動 這個良性發展以後 未來職業選手 台灣怎麼只有當勤 對不對 我們的高爾夫 都在國際比賽 高爾夫目前 你看 昨天來比賽完了 我們盧小晴拿了冠軍嗎 這個中心杯的女子公開 在裡面有冠軍嗎 那獎金牌多少 一年也只不過 十幾二十場的到 你看這些實業選手 現在目前 只有120個 因為他們自己怎麼去跟韓國大軍 怎麼來抗議 所以 對啊 他沒有這個環境 他沒辦法在這個環境當中 在台灣這個環境當中 這個運動器生存 所以他是要往外走 那這個生存 往外走之前 那個養成計畫 又沒有很好的這樣的資源 所以就是惡性循環 那時候 台灣的職棒意思如此 對不對 他的 剛剛講的 職棒當然 你剛剛講的這個 稅是退負的問題 現在職棒是因為我 供你吃 供你住 你拿到的都是你的薪水 我不是把你的薪水拿來練習的 職業選手應該就是 你拿到你來練習 那是你自己 像謝索威 基本上應該是你 他的訓練 我告訴你 盧燕燮 也休息 盧燮 最近幾年會那天提來 是因為他請了一個國外的 澳洲還是我的體能教練 來做他 他支付他要薪水 那這個 這個情況哪來 企業贊助 國家補助的還是有一點 但是被寫資金 所以 支援很多人 這是一個環境的改變問題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滿期待 就在我體育的人的角度來看 我們真的要自力自強 我們希望把體育的 JS相關的組織也好 我們的機制 管理的機制 從行政的主管機關的機制 到單向協會也好 這個機制 都把它建立更完整以後 讓我們其他業界的人 對我們這個也好 值得興奮 值得興奮 就像現在 我告訴我幾個例子 現在目前 市面上那麼多的運動 所謂健康團體 健身房 那麼多教育 他的教練的歸屬管理 他有沒有那個資格 他的水平夠不夠 為什麼 江老師 你請坐以下會拉散 等一下我來跟你告訴你方法 對 當然有時候是指導者 我不是說真的 你那個老師不好 不是 抱歉 我就說 這個部分應該是有很專業的養成 在不同的層級當中 我做這個專業的動作的時候 我的要求是什麼樣的程度 只是要改變你 你不是要當選手 你不是要當專業人 我最近幾年 我在帶我們台北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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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面對那四天一把二十公里傷害的挑戰 我們很多人都知道運動對健康好 但是你們怎麼懂得真正的方法 這跟我們以後可以更多的理由 所以我剛剛講說 我們一直要先從自己本身做起 然後去廣開大門 然後讓我們各個各業界的專業的人 來給我吃到 也讓你們清楚我們 今天運動的過程當中 有什麼樣的專業部分 來融合進去 創造出台灣未來在國際界 我們相對更多 在運動這個領域裡面 有不同的專業的人員 才能幫我們 找到一個國際 進入國際市場這樣的一個 一個權利跟義務的爭取 要不然我們一起 是非常非常薄弱的這一塊 謝謝你 謝謝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 提問或是回應 想要來分享的 還是說大家還有想到 此間有沒有什麼人要 或是 市長剛才是有沒有什麼人想 想到 又想到自己想 我覺得 幫我們替一下外科風 我個人認為 有麥克風 有麥克風 沒有加麥克風 其實運動的生意只能不能 就這樣 就這樣 十八歲到二十五歲之間 那我們從體育來看 其實可以有分能 一種就是所謂的 全民體育就類似 其實我可能到七八十歲 還是在運動 甚至於在德國 我還是知道他們怎麼想說 保健運動 我能夠盡量我運動 然後讓我調生病 這個是很好的 但是真正講到 從現在 如果想到就是說 就是 那時候有狗派 反正狗派 其實 我常常覺得 為什麼國家不能用 像獨裁的方式 獨裁國家的方式去做 你十八歲到二十歲 其實你肯定要進到十年了 八歲就要開始訓練了 國家就要私餘了 當然我們是 底上獨屬 以下有什麼 很多國家 那個沒有狗派 北南全部搬進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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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是 那我是不要講 但是我是覺得 在採取 第一個就是 全民體育方面 那是一個 一個所謂的 教育 全民的教育 觀念的問題 那另外 真正如果要裸盤 那就政府要努力了 那採取 你有什麼極端的步驟 我們台灣人口少 地方少 還是人口少 所以這方面我覺得要用 極端的方式 那再來 回到我們 這次我看那個奧運文 我要對我們媒體其實有很多的批判 我覺得才剛剛進三十二強而已 就開始說要搶多排 你越到後面越到後面 其實你碰到的對手就越來越強 那如果相對的 我們今天如果是代表 代表台灣去參加這個國賽 相對 他也是代表他的國家 他也要為他的國家民 所以 你不要把 每個人都看都是傻瓜 看都是空氣 我覺得 我覺得好像是一開始 這個人就是代表 要活派了 好像是很有希望 所以造成我相信選手的壓力很大 那我覺得這個媒體要付很大成 而且媒體不斷在 怎麼講 淤淤化 每次看到他就 好 一下子這個人幾乎可以跟進台 但是人家 人家 我相信別的國家在跟媒體採訪 人家別這樣 不要 我覺得這要改變 那 從我自己的想法說 體育來講 我們 我是四年級生的 一直到現在 我覺得 我們受到 所謂的 教育 升學主義 我覺得到現在還是一樣 我覺得從我們這一代 到我們下一代 其實現在還是受到升學主義 影響很大 那剛剛講的 那個 剛剛講的 我們體育 要打棒球 什麼 這邊不能 其實這是在台北 南部 中南部 其實台灣分很多 中南部 那個地方大了 沒有人要管你 你能夠到底打 我常講 我只要看到南部的小孩子 歐歐打大 他的山山 那就是打棒球的 而且 十個年代 我相信七個到八個 一定都是原住民的 這相對到 我們第一個 如果我們看到 我們是 父母的立場 你願歸易把你的小孩 在大太陽下降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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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教練用也非常苛責的方式 教育 你願不願丟出去 我相信 我絕對在台北 天龍國的父母 絕對不會把小孩丟出去 我不是講真的 只有 只有 他們 他們可能生活表現比較差一點 他們願意把小孩子 在那種情況下 去接受訓練 我也覺得是這樣 所以 我們小時候 念書的時候 我記憶最清楚 居然跟學生沒有自由 那我覺得 運動員也應該沒有支 真的 真的 淺見啦 就是我覺得 我們經過這段時間 從我們小時候 看那個青龍 青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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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龍校方一直到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驕傲 但是這些驕傲 往往覺得 昨天才看青棒賽 我覺得青棒賽 那個中國隊 對 欸 對不起啊 我跟那個 老外面的教練 那我就想說 欸 那個打開很辛苦 再接下來 搞不好 我們現在輸給瑞涵 搞不好 將來再晨棒 或者是 經濟化 對 我覺得 有可能 我們真的是 真的是會 落到 落到第四名以下 好 謝謝 不過我小小的回應一下 這個不能走回頭路 體育的選手的培訓 你看 匈牙利 才幾百萬人口 他是目前奧運會的第八個 排名第八名 他是全歷屆 現在奧運裡面 累積金牌出 排名第十名 你看 拿到大的獎牌的一些民主國家 在國外 他是有不同的機制 所以我們樂於看到的是 把整個這個培訓的機制 很良性的發展 讓這個選手 讓運動這個領域的 專業的人員 他覺得未來 有他的未來性 我認同 我認同就是說 專業的部分 只是少部分的人 我們用很精確的角度去做 一定是失去自由 我就是一個例子 我也是勢力提升 你必須要投入更多的精神 因為你要懂得到最巔峰 最巔峰的時候 不再在挑戰自己 沒有破壞就能進步了 那這個破壞是要合理化的 要科學化的 然後中間的搭配是合理的制度 去push 讓他有誘因 你想對了 我當初那些從事體育的時候 我是全校第三名畢業的過程 但是我必然覺得 走出運動這個領域 因為我母親也擔憂的鑰匙 但是 還好我有一個很開心的老大 他說 你決定了 你要負起責任 你怎麼去 好好去把這個事 這樣你選擇的事 志向做一個最好的發揮 我就埋個頭子去做 要不然在我那個年代 怎麼可能 我的畢業的校長 當時我就怎麼可能去選擇 走體育這條路 那當時我決定是如此 但目前我不後悔 所以我一輩子幾乎從小學 從選手到教育 到行政到入行 都還在做事 我謝謝你的建議 當然大家 我希望這都把體育的東西 慢慢打開來 我期待的就是 不只是法學界的人的了解 當然很多業界的人 來給我們的資源 因為我們也可以協助 竟然科技發展 不外乎很多所謂的醫療 健康的責任 其實這個部分 我都可以提供更精準的 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去點叛做認識 因為體育的東西 內涵裡面有很多很多根人 從你出生 我剛講出生到年老 息息相關的事項 我們還是用比較良性的 一個角度去 我還是反問我自己 我們體育的人 要好好把我們自己 體育的內涵 做一個最比較好的 一個釋放 讓大家了解 然後訴求與更多的專業 來給我們協助 在未來台灣的這個 體育的命運當中 能夠進到一個比較 公開公平的一個環境裡面 去做推展 我想台灣應該有這個潛力 謝謝 那個運動員的權益的部分 其實這樣有趣很多 我可以觀察一個現象 因為錢在 擔任美人錢 也在蘑菇 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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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蘑菇花很多錢 在做一個非常重要的制度 叫做自願意識 官司兵 退股前的這種 所謂的轉業的訓練 就是說我當兵 這個可以坦白講 當兵 我們看一看 當兵學員殺人放火 殺人 官兵基本上 他的專業性 尤其是師兵這個情路 他的專業性很低的 可是你要募兵 進來以後 他募兵總是要退伍 退伍要怎麼去轉業的問題 所以王菇有花很多的資源 包括各種的職業訓練 或是各種專業訓練 去訓練這些 這樣 退伍以後可以轉 順利的平術 可以轉到生成 退伍就業 其實運動員何嘗不是 就像我剛才請教授 他當年國中竟然敢走 提議這條路 已經是已經判到的 因為思維一類 對不對 他覺得這條路 沒沒前途 你還怕這條路 但是他真的 他的選擇是對的 基本上來講 他堅持下去 其實 我們這條路進步的很慢 進步很大 最重要的問題是說 沒有制度 而且資源投入很少 我剛才講的制度 就在講著 什麼叫做運動員 尤其在晉級運動員 他的轉型 或是轉業的訓練 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 他將來要回歸到社會以後 晉級運動員訓練 就像當兵一樣 他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就像我剛才 孫子爺 熊久講的 那個基本上 那個當兵很像 就是說 你要投入你的生命 甚至於你最黃金的歲月 去追求不斷的超越自我 超越一個紀錄 可是當你的巔峰引過 你怎麼辦 這就出界這個問題 所以讓整個 國家在這個設計上 它的轉變轉型 這個問題 尤其我現在大學資源這麼多 其實這個是可以去配合 包括北部中路難度 是一些相關的 這種基地去序列 就是這些曾經在國家 培養的優秀職業裡面 其實如果說你要是要 坦白講 萬一建議教官 那一般保送什麼 他們的程度其實 都更不上一般的學生 跟一般學生上課 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他花很多時間都要做訓練 那這種東西 你怎麼樣去訓練 或是說 跟一般的這種大學生 再去競爭 這樣對他們來講 其實也不見得是公平的事情 但是國家必須要去思考說 尤其在競技的運動 他們去轉型 不管他是在轉做教練也好 或轉入企業也好 或轉入其他社會也好 他怎麼在這種過度的轉型 比如說兩年 一年到兩年 這種轉型或是五月 我在這裡給他一個支援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 而是我們目前環節上 比較缺的支援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覺得真的可以去建議 就是說 對 好 那我不曉得 成效的支援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是不管是運動員也好 或是 銜接競技運動 到全運動 我覺得這個 一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那當然如果 已經有這個規劃 我覺得是非常好 有點樂觀支持 那 我回應一下 現在部分這個 現在新政府裡面 包括林檢文院長 其實已經有這樣的訊息出來 小營政府的仲裁小組也好 選手的實驗會好 我們就進行 以現有的狀況當中 是做什麼改善 讓他顯示 剛剛我講的 是指掌 他有很多面向 有的人喜歡 回到我當教練 但是教練 有多少教練可以當 有的人喜歡到學校 我給他輔導 他有多少體育老師可以當 我們這個原因缺 小營政府在我們奧英會出發之前 他宣告了要增加300個運動專業教練 但是這個問題 我個人的專業照顧在看 運動教練的這個職稱跟他的專職 在這個學校領域裡面 能不能跟體育老師 這個法院 他的權力義務連結起來 這次連結曾經有過 就造成很多的專業教練 他覺得跟哥哥的路 因為他是有專業的體育委員 編預算 不是由國家教育系統編預算 他的職位 他不能跟一般的體育老師 升遷的計算是一樣的 所以就造成問題 所以我們就看到了 這個問題 後來怎麼去協結 都是要的 所以剛剛講幾個面向 包括你不一定要當 你要就業 現在有這個所謂的 運動產業的促進條例 協助發展條例 然後對我們的選手 要反應到運動領域裡面 政府原資 貸款什麼之類的協助 這個都會有經典 另外就是包括我剛剛講的 我主賣 我比較期待的是 用企業來支援贊助 然後怎麼回歸給更大的 稅負上的體用 現在的發展條例裡面 運用在 贊助在體育的角度裡面 就是7%到20%了 這麼小的誘衣 怎麼可能啟發期間來 我根本沒有興趣啊 對不對 如果說這個部分 可以有專利一個計畫去做 比如說我幾個例子 明年資大運來不起來 亞運會2018年有沒有機會 那沒有的話 2021年亞東京高運會 我們就設一個專案 針對未來4年的培訓的計畫裡面 我們多少企業投入多少的資源 比如說 我的付稅問題 我就請 這個 那個 余醫師好來幫忙 怎麼再付稅的話 你給予更大的應用 讓他一一一一一一投入這個應用裡面 賺款賺用 這才是 因為太多的國家 你沒有看到的太多 尤其是 我們講的韓國計畫 韓國政治 政府主動邀約幾個企業 可以去贊助一個項目 如果說大的企業是可以 撕掉一個項目 全部都支援 要不然就是幾家公司 和平起來贊助 然後給你最大的 那個稅務上的全面 或者改善幾十以上 比你現在的這個 觸發條例還更好的 優惠的措施 合而不允 這都是一個優異 第三個問題的 我們跟國務委 國務委幾個 國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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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簡單的方法就對了 對不對 如果說這個良性發展之後 變成企業 就變成相對之間 他相對的應該有發展的空間跟機會 讓選手很專注在這種最黃金的時段裡面 我願意投入進去 然後我後續的配套措施 都以為我可以選擇 我未來現在怎麼轉合 要不然在現有的狀況以下來說 選手自身之內 我算是蠻幸運的 我自己蠻興趣的 我自己穿過最好的國家給我一個人 然後我到台大就這樣 其實我當時的志願也不是要當老師 就去救委當時來好不好 人家媽不得能夠到台大去 也會容易的好不好 就待一待三十幾年 我算是幸運的一百 好不好 那個余律師是怎麼轉 沒有回歪槍 那在場有沒有問題 差不多是最後時間 不知道有沒有問題或意見可以分享一下 再採用一些東西 對 不曉得剛剛兩位有沒有聽到自己想要聽到的 那個事情 那還是說我們就最後總結 大概還有十五分鐘的時間 也許大家可以間短再講 那沒關係 剛剛講的 余律師也有想要補充 嗯 其實我覺得在 我們在運動員的部分其實 我覺得大概這個議題很厲害 但我一直覺得要重新回去思考說 學生運動員他的 他的他的訓練跟栽培 我有一部電影叫卡特教頭 他是在講那個美國高中 他是周立頂尖的籃球隊 但他的教練講一句話 我覺得 我覺得一直是 當我接觸到運動這一塊的時候 一直在對台灣體育 學生運動界在小事就是 你們先是學生然後才是運動員 那這不管是從心智發展 或是體能發展上 因為你在國中 國小就去雕球一個人去從事單向 然後專業的訓練 那其實 其實像美國他為什麼運動員那麼強 因為國小國中他都是從事 技術體能的運動 然後 對 對然後跑步 然後去讓他 你有興趣你就去打 我有社區的球隊 我社區的球 然後像日本他其實 日本大家都聽他放球 都以為就是假準 但日本到國中之前沒有捲國賽 都是屬於他們那個 那叫豬排到什麼之內的 一個體內的一個社區 社區的球隊 然後來去做發展 然後 這就是人家從以前的那種 所謂我們所謂數為IS的那種 精英的體育之中 相對來講西方世界現在 為什麼那麼多國家去運動 像日本在田徑的項目 這次的表現 已經超越了亞洲 大家對亞洲的想像 那也就是因為日本他們 從最基層的開始 去讓每個人 對於運動產生興趣 有機會結束運動 然後從而等他們體能 開始到了定型的時候 我們做科學化的 在做科學化的訓練 去檢測你試著哪些運動 然後去推薦鼓勵 然後提供誘因去轉向 那我覺得這也是我期待 台灣的運動未來能走向的路 就是我們今天要講 我們現在給我講一個講 好 我難得聽到我們業界之外的人 可以講一下的話 這是我們體育教育 所以我們要翻轉 我在這邊稍微讓你寫一下 現在的政府 我說實話有主意 我跟教育部長接觸過 我跟先生部門也接觸過 他們都願意把這個部分做一個 我們都提出這樣的聲明出來 他們願意做這樣的一個改善 為了體育課程 從小學一年級進去到大學一年 整個方向跟實施內容 一定要翻轉 你不翻轉 就像你剛剛講的 整個兒殺掉了他的運動生命 其實不是說贏在起胞口就好 錯了 只要按照生長的規律 是很合理科學化的 生長的規律的狀態 去做技能的一個添加 就是給他更大的注意 誘因 對不對 整個學生上的安排的誘因 那組織的部分 剛剛我講 從運動組織的部分 我們也在討論 也在講說 這個部分 從整個大的組織 協會組織 怎麼讓它更公開更平化 這個包括 這個考核機制 這個制度 都在進行當中 不是有 就是這樣講的 那未來的這個 商業協會的管理 跟這個 當然主管機關裡面 我們現在在協助幫幫他 堅持更好的 這樣子的一個 經費的積合 包括他的整個 年度計劃實施的 這個效益的機會 包括他的之前說 這麼多的 這麼有限的資源當中 怎麼去做到最 最好的一個鋪陳 要做一個很大的改革 我想現在是一個 目前是一個很好的親機啊 我只能跟在這邊 稍微 就我所得的 所了解的 現在的政府當中 有這樣的一個 態度 跟意願 總理我以前 聽不到 看不到 或是好 回歸到我自己 的學校裡面去 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 再次更請各位 給我們多一點點 多的知道 從不同的業界當中 給我們更多的知道 我們讓我們 扶持我們這個 已經在台灣 已經視為了幾十年的 這個團體 其實未來 其實真的 它可以跟各個業界 發生非常密切的關係 包括你的個人 包括我們國家 未來的經濟發展 都非常有相關的 走出國境 用運動的角度 是一個最好的方向 謝謝 好 再來有陳老師 不好意思 大家就是前段 用一兩分鐘的時間 先補充一下 其實這一次 奧運有一個新聞 就是 英國 他從破歐之後 他又 上了世界新聞的頭條 這次他的奧運獎牌 大躍進 我就想到 可以呼應 像剛剛姐教授 有提到說 那個專款專用 那這次英國 他之所以獎牌 就是有那麼大的躍進 就他們國內自己 在檢討 是之前 他們用了很多經費 在培養 就是裸牌 還有就是選手 那其中一個經費 就是運動採權 所以這或許也是 台灣可以考慮的一個方向 那其次就是 我想呼應一下 就是剛剛理事長 一開場 其實就有提到 國家的方向 到底要往哪邊走 因為這次英國 他的獎牌很多 但是他們國內 自己有在檢討說 我們的錢 都用在培養這些 可以奪牌的選手 那反而是一些 社區的運動 然後就是 大家全民的運動這方面 其實就被服食了 所以我覺得 今天來談這個題目 到底我們未來就是 是希望全民都可以更健康 還是說我們要培養更多多派選手 是大家可以思考的 以上 謝謝 謝謝 那那個 郭 不好意思 最後講幾句話 不好意思 這邊打一下廣告 就是 我們協會 其實很熱烈 歡迎各個體育的人參加 因為我們相信 要各個體育的人 一起合作 才會可能就是 為那個體育 還有體育法律 未來有新的出戶這樣子 謝謝 更好發展 不是新的出戶 會進行 就得了 所以就好 對啦 真的是要大家都參與 多關心 而且各個領域 各個面上都要 都要有關注 都要有參與 對 那老師 就最後幫我們 簡單總結一下 最後 謝謝我們簡教授 那謝謝我們三位 女談人 那其實本來今天呢 我是要來聆聽各位的高見 不過 我們在這邊做一個 小小的總結 既然你也做一個總結 其實今天這個會議 我覺得對台灣的整個 不管是運動也好 運動法學 或是我們 包括其實我們還有 關注一塊 叫休閒這一塊 運動休閒這一塊 都是一個 開始 那我們很高興 那次簡教授 因為可以跟運動界 或這樣跟休閒 或是包括娛樂這一塊 我們將來可以 產生更多的對話 我覺得法律的 我們當時成立的看法 就是要走出法律傳統領域 其實做傳統領域以外 我們還有這個社會 這個國家 還有很多領域 值得我們法律 去同時去關係的 當然這個學會 最後不是只有法律 因為我們歡迎各界的人參與 就像我所講的 不管是私改也好 不管我們今天講的 體育也好 運動也好 其實這個都是權利的問題 但是我們當然 必須去共同面對的問題 不管你們喜歡運動也好 或者不喜歡運動也好 運動是離不開我們每個人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也很高興 剛才簡教授最後有提到 翻轉我們整個 對於所謂的 體育或運動的 培養的思考 就是說基本上 你國家民主化以後 你怎麼去看待 運動這個事情 看你的休閒這個事情 剛才江教授最後有 有呼應到 我們剛才一開始就講 你國家最重要的是 決定一個方向 當你方向決定了 你將來相關的配套 說是法制環境 完全不一樣 那很重要就是說 可以看出來 台灣這幾十年的發展 或是我們運動這一塊的 發展方向 有時候又想找商業 有時候又想找郭郭 那到公共和商業 是不是完全可以併存 我們可以找到一套 適合我們的模式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 必須去共同思考 要共同努力的 那很高興的 今天有這個機會 來 雖然在場的沒有想 沒有很多 但是我覺得通過網路 可以讓你們分享 我們今天的關懷 也分享很多 我們來自於提借 法律界人專業的意見 大家共同為我們 台灣這番土地來努力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 也謝謝各位的 聆聽 那如果之後有什麼樣的意見 或者是建議的話 也可以自己家再稍作交流 那我們現在就是 很高興今天做很會心到這邊 那我們還有整個都市場 大家也許可以再聊聊 那謝謝大家